各位好 接下來我們來探討你所不知道的細源指標篇 指標呢 對很多人來講是一個非常難懂的議題 但是事實上指標可以用 我不會說直觀 我也說 我們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去低階這個指標 以及說 我們可以去想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一個 在細源裡面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設計 那這邊再提醒大家一下 在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個頁面 那你可以看到說有個線上聊天室 所以如果說你在進行過程中 如果有相關的問題 請你記錄在這裡面 然後中間有一些休息之間我會來看 然後中間會穿在討論 這次的講座題目是你所不知道的細源指標篇 對很多人說可能會認為說指標就像這個有請你參加一些科技公司面試 你就會看到一些面試考題 有很多公司的面試考題可能會長成像這樣 就是說給你一個這樣的一個題目 然後叫你解釋它實際在做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想一個比較單純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我們可以來思考比較簡單的案例 像這樣的案例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程式是不是一個合法的細源程式 如果它是一個合法的細源程式的話 它到底究竟代表什麼意思 在Stack all flow上呢 有很多這種題目 這種題目其實蠻有意思的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當然這也是很多科技公司的考題 至少在台灣 如果你有參加一些 M開頭的公司的面試的話 大概第一關就是這個 那有的是用電腦的 有些用手寫的 這題目大概都像這樣 注意到這不是洩題 只是因為這題目太經典了 好 那這個基本上你會看到說像這種題目 就是你看這個指標 加加放前面的啦 加加放後面的啦 然後加加後面加信號啦 信號 然後可能有一個信號不夠 兩個信號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方掛號 好 那這些題目比較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基本上 男的地方不是他的組合 而是他的怎麼去解讀他 以及在什麼場合會用得到 回應到剛剛講這個面試的議題 說真的 我想這個面試是 其實它是相對的 就是說今天一個主管 或者是一個主持面試的人 然後去對另外一個 就是應徵工作人 做面試其實都是相互 那我們其實要去想 今天出這個題目不是為了要難倒一個人 如果我們只是為了難倒一個人 那可能是一個 就是課堂的作業啦 或是課堂的席題啦 隨便要考 但是這個面試不是 面試是要看一個人的那個行為 一個人他怎麼去回應這件事 以及呢 這個應徵工作人也要去想 既然這家公司那麼在意 譬如說在指標在吸引員 到底什麼樣的產品 這個公司什麼樣的產品 好 需要這方面專業 其實我們應該朝這邊去思考 出題目應該都要 就是以面試來講的話 面試別人的話 這題目本質上一定要怎樣 反映到公司所需要 而不是只是來難倒別人 好 那我們今天不是教你面試啦 好 這樣的一個題目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 這個的話就很有意思 我們來思考一下 我可以把它拆成兩部分 在吸引員來講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字 叫做Type Define 那Type Define的話 基本上它可以讓你去改寫 所以如果說我們先引入Type Define 我們把這個部分 注意到這個 它是一個 Function Pointer 所以我們把這個改寫 然後這個 Function Pointer 它的輸入是一個什麼 它沒有輸入 然後它也沒有回傳 然後注意到這個 這個我們就先去定義一個形態 叫做 Function PTR 那有這樣的形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整段 注意到這一整段就可以改寫成這樣 好 然後這時候就比較好懂一點 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來寫一小段程式碼 這邊有個很棒的工具 這個工具可以讓你去檢視 不同編輯器 甚至不同硬體平台 就是你在方面都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是 GCC 7.2 在這個 Intel X8664的這個硬體加工 好 然後它的輸出 那當然你也可以看 呃 就是 比方說 On 的平台啦 好 這樣子可以去比對 然後甚至不同的編引器 不同的硬體架構 好 回到剛才那段程式碼 我可以做這樣子 做一個來對照看它的那個輸出 所以你把它貼起來就好 貼進去 然後 然後就基本上你會得到這樣的一個輸出 那事實上你還可以加一些很有趣的傳輸 比方說我對空間做最佳化 就是大 O 小 S 空間最佳化 然後你會得到這樣的程式碼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看這個機械碼呢 就是我們要說要看組合員的輸出呢 其實我們要去想 就是左邊看起來很複雜對不對 那實際上產證程式碼看起來沒那麼難 而且呢你看到這邊顯示 這邊有個什麼 這邊有個 Call 所以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有一個韓式護教 好 這個韓式護教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 RAS 是暫存器 這個暫存器在這邊 就是我對一個數...就是自己對自己 任何一個數值對自己做 Exclusive All 得到一定是零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數值為零 當作一個目標的地址 去對它呼叫 所以事實上呢 這段程式碼呢 的功能是什麼 是呼叫一個韓式 然後這個韓式呢 它的所在的地址是零 好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地方 這段程式碼其實就在做這件事 那當然你可能很好奇啊 這段程式碼如果拿來執行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來執行看看吧 好 我們得到一個執行檔叫做 F1C 然後它的那個內容是什麼呢 內容是這個 好 然後我們把它拿過來執行 誒 抱歉 內容是這個 然後我執行它 好 然後呢 就得到一個很經典的問題了 這個 Segmentation Fault 好 當然這個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呢 我們是在 Linus 的環境下 不只 Linus 在很多的作業形容裡來講話 它都有這個機體保護 機體保護 或者機體管理單元 好 那當然以我這個 這個硬體來講的話呢 這個是怎樣 它是一個 這個地址 就是這個 這個零這個地址 事實上是 就是我們在使用者層級是不能隨便呼叫的 好 那當然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機體存取的錯誤 好 但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真正有地方是說呢 其實我們呢 在做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指標 好 然後 再來是一個叫韓式指標 這個以前在學習的時候都聽過這個詞 好 但是它其實實際上 然後對應到這個硬體運作呢 其實很直接 好 我們再講一次 大家看一下 這個東西呢是什麼 我去呼叫地址為 Linus 的韓式 好 我去呼叫它 好 然後 的確我們最終產生出來的這個機械嘛 就是長這樣 好 那所以其實你去想 其實指標其實沒那麼困難 你就想像就像畫面中這個 你看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是這個 裁縫機的原理 好 那裁縫機的發明呢 其實對這個 人類的歷史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都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 呈業 其實在這個 人類歷史上呢 是 是 是 影響非常大的一個產業 好 這絕對比什麼 我們今天講這個軟體硬體 影響來得大 這個畢竟 人類從有文化以來 這個 這個衣服呢 不是只是 是必函 這不只是美貫 太多因素了 它已經是 社會文化的問題了 好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個裁縫機呢 乍看 外觀看起來很簡單嘛 就是腳踩下去 然後開始 那個針就開始往前 往前動 對不對 就是看著往上 往下 但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輪子 它是 注意看喔 它是往前 轉過來 然後呢 這個線拉上去 好 然後這時候呢 剛好怎樣 就是因為你脫衣這個衣服的時候呢 這個力量剛好怎樣 剛好可以讓這個方向反過來 好 注意看喔 這樣子下來 好 這時候拉上去 就剛好怎樣 弄回來 好 那所以這件事呢 其實你想一件事喔 其實我們所謂的指標 有點像這個 像什麼呢 就像畫面中這個 這個拆縫機的什麼 這個針 好 然後 當然這樣講 你可能覺得很抽象對不對 我們再繼續思考 好 就是 比方我們再繼續看 科技公司面試題 這個題目呢 是把剛才那個東西變形 好 然後通常呢 你在科技公司遇到這種考題的時候呢 有兩種可能啦 因為 你也知道啦 就是 很多科技公司 尤其在台灣 主管很忙 這真的很忙 我沒辦法跟你解釋它有多忙 反正就很忙 好 那這些主管很忙 你自己想 他 他自己 就這麼忙碌的 很少會有科技公司主管 花個好幾天的時間 去運籌 為我去思考說 我要怎麼出題目 往往很多時候就是 Google搜尋 找了什麼 就是找一些題目 西議員題目 好 那就出來 那 像這個題目呢 就很經典 在很多科技公司它就會考 好 為什麼 不是因為它 它有多麼神奇 而是因為 它剛好 就是剛好很多人討論就出現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是來講話呢 在拆解上 好 注意到 在拆解上 好 拆解上呢 先看 先看這個 好 這個東西呢 有一點學問 就是 嗯 這個東西學問在哪裡 這個東西學問在說它是什麼 就是reference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這個 comma 好 把這個 把這個 左右拆成兩部分 這有兩個parameter 好 一個是reference 另外一個呢 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呢 function pointer 好 所以注意到 這一段其實跟什麼 跟上面 上面這個 好 本質上呢 是一致的東西 就是這個 好 本質上是一致的 它是一個 function pointer 好 好 但是這個 function pointer 裡面又有學問 這個 function pointer 裡面呢 跟剛才的不一樣 在上面的這個 案例它是 它是沒有parameter 然後但是在這個 在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parameter是怎樣 是存在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function pointer 裡面是有兩個parameter 好 那所以這個parameter 兩個好 那而且麻煩了 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是 pointer to pointer 好 所以注意到這邊 好 注意到這一段 好 就是什麼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a character 好 然後呢 除了這個parameter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好 就是 a pointer to a character 好 然後呢 這個對外呢 又是什麼 這個對外呢 又還是一個 a pointer to a function 注意到這裡 a pointer to a function 好 然後 注意到一件是什麼 它最終有回傳值 好 所以注意到 這兩個信號是什麼呢 它是什麼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a character 好 而且最有什麼 綠 回傳值 好 這邊要特別強調一件事 你可以看說 這根解讀的方式呢 我們都是用什麼方式呢 就講說這是什麼 看到這個信號 就在這個注意到 這不是念double pointer 在西語言的規格書 沒有double pointer 這個東西叫什麼 a pointer to a pointer 注意到 pointer是可數名詞 所以你要講單粗話 就是叫什麼 a pointer 好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你從這邊也可以發現什麼 這個d 這個d是什麼 它本質上是一個什麼 function pointer 好 所以它是什麼 a pointer to a function 好 然後它有兩個什麼 有兩個parameter 好 這裡 好 一個是一個是第一個parameter 第二個第二個parameter 是在這裡 好 好 然後你會覺得說 這有什麼意義 好 好 然後我們這時候來看 事實上這意義可大了 事實上這意義可大了 就是這個東西注意到 它不是只是頭腦體操 雖然面色的時候很有用 這個 但是它在食物上有非常大的價值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在unis來講的話呢 會有一個東西叫signal 好 就是論文去man一下signal 好 然後這個 在這個signal呢 就是注意到這個 就是在這個手冊裡面有寫 這是什麼呢 就是 nccsignal handling 好 然後這個東西事實上不是只是在unis 在這個parameter的作業系統 基本上都存在 好 那 事實上連那個windows 適度的 可以適度的這個實作 好 好 那麼來繼續看 然後這裡面呢 有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就這個 好 這個東西呢 認真看一下 這個東西關鍵地方是什麼 它本質上還是一個什麼 還是一個function pointer 好 那從剛才那個案例 你發現什麼是 這個parameter 一個integer 好 然後呢 這個呢 就是這邊有一個integer 對不對 但是呢 這讓你會覺得有點困擾的地方是什麼 你好像覺得這樣就結束對不對 左邊一個parameter 右邊一個function pointer 做一個 做另外一個什麼 parameter 好 但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誒 誒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邊包起來 好 然後呢 誒 這難道不就另外一個parameter了嗎 所以這個 這瞬間頭有點暈了 你看 回想看那個例子 好 剛剛例子在講話呢 這個是一個function pointer 好 然後呢 它所指的 function 有兩個parameter 一個是這個 另外一個是這個 那當然這個本質上呢 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function pointer 那個function pointer 所指的 function 也有兩個parameter 好 可是 這個看起來很奇怪 有沒有 這裡一個 然後 這邊有一個 好 然後 這邊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function 好 然後你會看到說 這邊什麼 這邊還有一個 有個什麼 有個parameter 好 好 然後呢 這後面有很多學問 這個後面學問什麼呢 就是他在講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你可以 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然後 裡面的解讀方式 非常有意思 你看看底下這個解讀 你可以回去當個練習 好 慢慢看 好 然後 接下來我們要 下一個要思考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不應該把這個東西當頭腦體操 而是要去想 為什麼 units 以及蜥蜴園的開發者 要設計這種東西 我們都知道 蜥蜴園的 出現 是為了要能夠有效開發units units的第一版在19690 19690開發的時候 大門還是用那個組合園 但是 除了組合園以外 事實上開始有一些 植意器開始在裡面出現 然後在第一版的這個units的話 甚至還有這個Fortran Fortran的那些工具程式 就是陸陸續一直進來 好 然後後來的故事你可能有聽過 好 就是有 有B元 C元前身的B元 那B元又是從這個BCPL 那BCPL又是從啟蒙於這個CPL 好 那就是 呃 有不同 這個程式語言這些 這些相互這樣 相互影響 好 然後 在C元出現之後呢 1972年到74年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 就是units用C元重寫 那當然這些變革呢 一直到今天 在許多的作業系統 包含說你我每天用的手機裡面 在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這是我們知道這個C元 再講一次 它的用途是什麼 開發units作業系統 好 然後 在開發units作業系統來講的話呢 就是開發者會希望大部分的程式碼 可以用這個C元開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要能夠充分的掌握引體 好 注意到 充分掌握引體是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個思維 也就是說 在這個C元的開發者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希望說 我可以去掌握 就是綁合的記憶體啦 好 甚至掌握暫存器 好 這是 這是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情是什麼 西語言 與其說它是一個程式語言 不如說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思維方式 好 有點像我們今天學這個日語 德語 法語 好 我們學的難道只是學說 呃 Konnichiwa 好 或者學這個 呃 學這個什麼 Salu啊 Bonjour啊 不是這樣 我們往往學的東西是一個什麼 文化 然後西語言它所代表文化就是什麼 就是UNIS 好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中會發現很好玩的地方是 像這個 剛才我們查這個手冊的時候會查到什麼 查到Signal 好 注意到哈 它跟你講什麼 它是NCC Signal Handling 好 可是呢 這個東西你可以看到它的說明 對不對 它跟你說什麼 它就是針對UNIS啊 對不對 那所以當然裡面就有一個什麼 就會有這個 嗯 可惜化 好 還有這個相容性的這個議題 好 可是你就會去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一個程式語言應該要 應該要超然於作業系統之上 或者你看到很多很多程式語言它跟作業系統的關聯沒那麼大 或是會不會宣稱它跟綁在某個作業系統上 往往很多程式語言不會這樣子設計 可是UNIS 細語言不是 細語言在設計的過程中 那往往 會把UNIS當作一整體 你甚至可以想說它是UNIS的母語 好 注意到這個思維 好 再去看 好 既然講到UNIS 我們來講UNIS的兩個老爸 一個是Ken Thompson 就第一版的UNIS是Ken Thompson寫的 然後後來Dennis加入這個開辦 所以Ken Thompson跟Dennis Litch這兩個人是UNIS之父 他們在1998年接過這個克林頓 你知道那個克林頓嗎 然後就是很忙碌的那個克林頓 好 那這個從克林頓總統手上呢 接過這個什麼 接過這個國家科技獎章 好 然後隔年Ken Thompson就從貝爾實驗室退休 Dennis Litch 他選了在2011年 就是在自己家裡過世 然後但是Ken Thompson還健在 而且這個Ken Thompson也七八十歲 很害喔 這個 他從貝爾實驗室退休之後呢 他先去當個飛行員 對不要歪意飛行員超嗨的 好 然後呢 因為大概看在星期翱翔太久了 他後來加入Google 然後 不只他加入Google 他過去的一些同事啊 像那個 Rod Pike 然後這些人就看加入這個 加入Google 然後我那時候讀到一些資料 覺得很有意思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時候像這個Ken Thompson呢 當然他這種都是大咖級的大咖 就是非常大咖的人 然後到了Google之後 Google很多東西都會規範 比方說這個寫程式 寫程式你的coding style 你這個你怎麼寫文件啊 還有一些內部的工作 跟他以前在貝爾實驗室完全不一樣 好 然後Ken Thompson為了這件事呢 還要重新學習C++ 大家知道一件事 C++在哪裡發生的 就是在貝爾實驗室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Ken Thompson 作為一個C語言 以及C++程式語言是什麼 重要的這個影響者 他直接影響C++的發展 好 但是到Google的時候要重新學 好 那總之他們在過程中 就也蠻有意思的 反正他們就開發一個新的程式語言叫Go 那這個Go呢很好玩 Go裡面有很多趣味的東西 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 UNIS獲得巨大成功 但是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作業型 叫Planet Planet是另外一個作業型 也是在貝爾實驗室開發的 雖然他不算很成功 但是有很多設計 往往是從Go裡面在重現 所以Go裡面有很多風格 命名風格啦 還有一些寫程式風格 很多時候就跟Go 跟Planet有很大關聯 好 然後這很好玩的地方是怎麼的 這三位就認為說什麼 這個世界在變 然後系統程式語言呢 有10年沒變了 當然講的東西就是什麼 就講這個像西家家啦 這種人 他就要講說 那針對這種新的運算模式 能不能提供一個新的語言 所以你會看到說像那個購元 花了很多心思去考慮一件事 這樣子吧 concurrency 就是說我想我們現在的處理器都是多核心的 不止多核心 我上面有多指令序 那不止多指令序 我的指令序的模型也不一樣 像你可能知道一件事 像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呢 它裡面有好多核 像我這支手機裡面它有多少核呢 這裡面有10核心 10個 CPU就有10核了 GPU可能有32核 或者更多核 那這個運算資源呢 就可能在10個CPU 在幾十個GPU 10個CPU 幾十個GPU 在那邊開始搬遷運作 那能不能透過程式語言 一個系統級的程式語言 去把這些東西拿包裝起來 就是說程式開發專心寫它的邏輯 然後這個Go 就幫你處理好一些該做的事情 同步 或是一些資源衝突之類 有沒有這樣東西 有 所以如果說你比較熟悉Go的話 Go就有個Channel 就可以處理這個議題 但是好玩的地方什麼呢 Go裡面也有指標 不只有指標 你會發現它裡面的那個Structure 設計呢 根本就是什麼 根本就是西原那個樣子 好 然後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即便你是學夠語言 你也是要怎樣 這個好東西的 這個指標的好東西 還是會接觸到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很 很 熱心的 就是一個學生 然後他整理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他寫一篇這個 你可以加入他的粉絲專頁 去支持他一下 這個叫寫點課譜請給指教 然後他不是只有寫軟體 他就不然說像愛奇設計的啊 然後還有一些產業啊 甚至還有一些商業的這個議題 他就寫 然後 所以我就把這個 像是幫大家怎樣 不是幫大家複習 你已經懂得不需要幫你複習 我們直接要幹嘛 列出尼經懂的部分 我們講這個部分是為了要怎麼 為後面鋪梗 好 那 所以這邊快速看一下西元 然後我們要知道一些西元 它的用途 用途是來開發UNIS作為系統 所以UNIS系統是什麼呢 它是控制硬體的特殊軟體 雖然它是軟體 但是它直接控制硬體 直接控制硬體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西元的開發風格 很特別 很多程式語言 像我們前面有講到B語言 以及影響B語言的程式語言 像這個BCPL 然後這個BCPL很有意思 我們來開始看一下 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這是1960年代的程式語言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BCPL 它源自於更早的東西叫CPL 那BCPL的用途是什麼 是來開發 是來開發CPL的 Compiler 注意一下 1960年代 CPL作為一個程式語言 在建橋大學發展的程式語言 就已經存在了 但是這個程式語言 雖然在1960年代被規範了 但是它沒辦法 很容易開發出來 所以後來1966年的時候 這個Moderny Trust 就是它就開發BCPL 做一個簡化版的CPL 為了把CPL語言的編輯器寫出來 然後它很複雜 那C語言它有參考到BCPL 然後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好玩的地方是說呢 這個你看像BCPL跟那個C語言 你們有看到有些相似性嘛 它開始用什麼 它開始用括號 所以注意到這個 這種括號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C語言的開發跟BCPL的 它有受到影響 但是開發模式完全不一樣 C語言是一邊用 一邊改規格 然後一邊調整 就是一邊 尤其在UNIT上調整 這跟當時的1960年代 很多程式語言不一樣 很多程式語言就像CPL一樣 它用數學語言 用很精準的方式 一點一滴的規範 之後再幹嘛 之後再開始開發它的Compiler 然後開發Compiler的時候 可能還要再設計一個程式語言 專門來開發Compiler 可是C語言絕對不是這樣 C語言在一開始的開發來講的話 當然是從一個比較簡單的 比原本C語言目標的語言 還小一點的東西 然後先把比較小的語言寫出來 然後再用比較慢慢堆疊起來 把更複雜的功能做出來 但是C語言的邊緣器用什麼寫 C語言邊緣器可以用C語言寫 產生出來一個合法的執行檔 所以注意到這個議題 就是說C語言來講的話 它的一些思維很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UNIS的作業系統 我們以第六版來說的話 第六版的這個UNIS 它的Kernel作業系統核心本身 大約在1萬個之內 然後除了這個作業系統的核心以外 事實上這個UNIS第六版來幫你 編譯器的原始程式碼 當然我講的就是C語言編譯器的原始程式碼 除了C語言編譯器原始程式碼之外 你會拿到什麼 Assembler就是這個主意器 所以你們發現一件事是什麼 C語言的開發從一開始 就在至少在七年代 就是這樣 很明確要開發用你的作業系統 而且它可以自己編譯自己 注意到很多語言的編譯器不能編譯自己 它需要用別的程式語言去建構 比如說Ruby Ruby是一個很優秀的程式語言 可是很不信任一方是 Ruby的虛擬機器不能用Ruby寫 就是也不是完全不能寫 就是太慢 然後我們事實上會用C語言 或者其他語言來開發Ruby的質疑器 然後Ruby也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用Ruby來開發的 但是C語言很有趣 很多時候幾乎都是用C語言自己開發出來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指標 指標 那這個指標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想像這個網址 它這邊舉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有個漂亮的圖長這樣 它是一個資料本身 這資料本身它是連續的記憶體 注意到我們講資料往往都是指連續的記憶體 然後這邊連續的記憶體 我要怎麼去表達它 你知道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這個資料有多大的話 那假設它的空間是4MB空間 好 然後我在記憶體裡面是不是只要知道開頭 然後再往後加4MB 因為它連續的嘛 那我就可以知道什麼 有知道開頭 知道它的大小 我就可以知道什麼 它結束的地方 好 然後呢 我們把網址 好 遁印到資料這件事 我就從你叫Pointer 好對不對 這個你以前都學過不難 好 然後 比方說這裡有五個變數 然後分別數字15 2239 18067 好 然後呢 在 你以前在這個接觸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吧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數字是這樣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這樣的一個列 這樣的一個舉例 在展現概念的時候通常沒什麼問題 但是在實物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我想解釋 問題再來 第一個 這個ABCDE 這些變數是一個什麼 區域變數 好 西元有規定說 區域變數一定要怎麼擺嘛 事實上沒有規定的啊 西元有規定很多議題 但是包含說區域變數怎麼擺 是沒有規定的 這個東西呢 ABCDE到底怎麼擺 是編譯器 工程師的偏好 或者說編譯器的開發者 編譯器工藝商他會去思考 要怎麼排 可能依據他的使用率 以及看透他有沒有實際上被參照到的那個數量 所以他不見的一定會照這個排 好 所以注意到這只是舉例 注意到這個舉例 好 那如果我們先假設 先假設什麼 這個就是會照著這個機體順序來排 好 所以注意到這是一個假設 實際上如果你真的拿一些debugger 就是像GDP那樣的debugger去追蹤 你往往會看到 切切的順序 好 那我們先假設一件事呢 第一個他會照順序 第二個是什麼 這個佔的空間一樣 這都是integer 然後就是abcd 然後我們先假設我們的所在平台 integer用32個bits 也就4個byte去表示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看到說 他的排列就會長這樣 就是1523918067 好 那這些記底的位置是連續的 70747877 8084 這是16經位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再來是我們就是用這個方式全取代 這個當然很慫啊 好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不能念and的 這是有名字 這個念什麼 address of 它是一個operator address of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你也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地址的內容取出來 這個一個信號 注意到這東西英文 當指標用的話不能唸 不能唸什麼 不能唸這個 star 不能唸 你要唸什麼 dee reference 那或者唸什麼 value of 注意到啊 這個在西語言的規格書這個東西要唸成 叫做value of value of operature 好 然後 然後 那這後面的東西呢 好 這後面的東西好像不需要太多複習 好 然後 所以就是今天就學到這裡 對不對 感謝收看 當然我們這直播沒有結束了 非常擔心 所以這是大家以前學的這個西語言 好 但是你會發現很尷尷尬的地方是 你今天要見嫌私寫的時候你看到城市 跟你想像的都不一樣 好 不要弄得看 q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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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都有 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一個function 西語言標準還是酷的一部分 那這個東西可以做什麼事呢 注意到 這個東西 它的 它不是做qsalt 它寫qsalt 但是它的意義是sorting 西語言的規範事實上沒有講 qsalt 到底要用哪一種排序演算法來試做 它沒有規定一定要qsalt 事實上你可以用merge salt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有些韓式庫的實作 比方像Glibc 格諾的那個libc 格諾的libc 它的實作方式是這樣 如果你要排序的數量夠大的時候 我們就用qsalt 如果你的數量比較小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 insertion salt 就插入排序來實作 好 所以你把它 挺有趣 它這個就sorting 好 但真正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真正有趣的地方是 欸 這個qsalt 它的這個參數 其實很難懂 你們注意到 最後一個parameter 你們看一下 最後一個parameter 還有它有幾個參數呢 一二三四 注意到 這最後一整串算是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qsalt有四個parameter 然後這個parameter事實上怎樣 它又是一個function pointer 這個parameter 這個function的裡面 它所指向的function本身有兩個parameter 好 好 然後你看看這個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好 然後所以這東西顯然這個使用大多了對不對 好 我們再去看 好 那如果你把那個main page好好的讀一次 好 那你會發現好玩啊 這個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排序的時候呢 會依據一個我們叫做 comparison function 對 好 就是一個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什麼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 呃 用來比較嘛 比較誰打誰腳 好 因為排序事實上沒有規定說 排序沒有規定說我怎麼排嘛 好 再認真看一下 今天qsalt給定的東西是一個什麼 注意到 它給定是一段機體位置 好 然後你告訴我什麼 一個單位有多大 好 然後呢 你要你 就是要講到 就是你的這個什麼 你的數量跟你的單位大小 好 然後 所以 我要知道一件事 qsalt的這個函式呢 第一個它演算法沒有規定一定要用qsalt來說 第二個 它排的大小呢 也不是固定說integer double broad 不是 它直接跟你規定說 欸 第一個 你的大小多大 你要排的東西都是integer 好 所以我就算 好 比方說integer多大 那我們就可以先假設它是32個bit 好 注意到這是假設 在不同平台會有不同的行為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 好 我今天要排100 100個的元素 好 那所以總共大小是什麼 400個 至少要400個byte的空間 好 然後呢 但是這個東西怎麼排 是由剛才提到這個什麼 comparison function 所處理的 好 然後它對應的這個 它ameter呢 叫什麼 C-O-N-P-A-R 當然就是comparison的這個 前面幾個字 好 這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comparison function呢 它是以什麼 function pointer的形式帶入的 好 注意到 好 那它就要回 這個function pointer本身所指的function 它就要回傳一個數值 有三種形式 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大於0 等於0 以及小於0 有三種形式 好 然後 所以這個 這個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這有意思的地方是 我們其實不是只排序 而是我在每次比較 你去想一件事嘛 比方說我們想一件事 叫做merch source merch source 好 我們來看一下merch source merch source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看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動畫吧 好 這個 這個大家以前都 多少都接觸過的東西 不過 注意到我們今天不是在幫你 那個 複習這個演算法呢 而是我們要讓大家知道一件事 比方說 像這個有一個 正列 然後呢 我就把它拆 就是把它拆開來 然後拆開來 拆成一左一右嘛 然後一左一右 又可以繼續拆 然後拆完之後呢 拆完之後 我就開始幹嘛 去對裡面數字做排序 然後排序之後呢 merch source 顧名思義 merge 就是要有一件事 就是要合併 好 然後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今天排序的時候 它的依據在哪裡 比方說這個 2416 對不對 這寫的還沒排序過嘛 同理 右邊的8537 還沒排序過 但是到這一步的時候 就排序過了 24168537 然後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就開始幹嘛 就左手呢 就是要去搬動它的順序 注意到啊 這邊開始搬動順序 好 來看一下 搬動順序 然後在每次移動順序的時候呢 每次移動順序的時候呢 就會呼叫什麼 就會呼叫這個 comparison function 注意到啊 這2416然後合併進去就會這樣 就這個剛才那個 comparison function 就被呼叫到 好 所以這個是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的議題 這個議題在哪裡 就是說 事實上呢 這個很多人想說啊我寫成是不用 function pointer 尤其說哎呦我的物理系的啊 我只是幹嘛 我只是把 main level的那個邏輯 直接轉換過程 我只寫數字也是可以 好 但你翻譯的是什麼 連排序都要了解什麼 function 講說了解 pointer 以及了解 function pointer 所以事實上你在戲院來講 這個東西是逃不掉的 注意到這根本不是什麼進階議題 而是你沒有這個 function pointer 沒有這些 pointer的認知 你根本沒辦法駕馭你的電腦 好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你會發現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也很討厭 討厭 這個 就是說 比方說你在程式碼 尤其你在 GitHub 上面 看到程式碼 對不對 我看到這個 嗚呦兩個星星 好 這兩個星星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那你就會覺得什麼 這個東西好像很奇怪對不對 好 然後 更奇怪的地方是什麼 更奇怪的地方 你會發現 誒你看到程式碼就會講這樣 有兩個星星 然後又要寫這樣 為什麼程式碼往往會 會需要寫人這樣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你從這名字大家猜得出來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link list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寫 這個就是一個議題 往往我們在很多地方 尤其像PTT PTT常常就有問說 請問學C語言值得嗎 學C++值得嗎 然後 但是就會問說 發廢文值不值得 對不對 很奇怪 好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 這個過程中 你不能問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誒 我現在該學C++ 還是學教吧 還是學Python 我現在該學這個 學資料庫也好 還是學區塊鏈 我現在該學好數學 再學人工智慧也好 這些 你有沒有問題 是一大的論文 但是從來不會想 我們今天接觸的東西的時候 如果從頭到尾之後 很表面的東西 從頭到尾之後接觸到語法 你沒有辦法清楚表達的話 說真的 你也是往來 不要說中文 很多人學了中文 學了很久對不對 從幼稚園 或是更早之前就學了 那學到大學 那真的要寫一點 像樣東西寫不出來 當然你會說 人生體驗不夠 這是一個 對不對 然後 所以你就只能寫一些什麼 無痛森嚴的東西對不對 這是因為人生體驗不夠 第二個是什麼 就算你人生發生一些重大病故 比如說你的家裡發生病故啦 或者你這個 這個人很上進 但是突然叫你表達的時候 就講不出所以來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覺說 你可能對語文的掌握不高 有沒有可能 有對不對 那 在很多人學西語言都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Degan 你學西語言 一開始就不是一個 為了一個明確目標 你看 西語言當初在1970代 它發展的動機是什麼 開發UNIS作業系統 一個完整的UNIS作業系統 不是只有核心 它還有很多工具程式 Compiler,Assembler,Interpreter,Share 也都有 然後除了這以外 一個完整的作業系統 還要考慮到什麼 我要能夠一個 一致通用的一個思維 API 或是一些什麼 一些Patterdyne 就是一些那種 一些程式的規範 要一致的 所以這個功能 太多事要做了 所以你說西語言怎麼來的 就是在開發UNIS的過程中 一步一步催過來 當然越來越多人開發進來 就越多人投入著開發 西語言就變成一個通用員 所以一開始只是開發作業 最小的用 所以後來可以用在資料庫 用在很多領域 圖形 圖形 然後視覺 網路 太多都可以用 對不對 然後 但是 很多人之所以西語言裡面學好 是因為打從心裡 就不是要寫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你既然也不是為了開發作業系統 你也不是為了開發資料庫 對不對 你只是幹嘛 有沒有辦法找到好工作 請你定義什麼叫好工作 對不對 拉回來 所以 很多人西語言之所以沒學好 絕對不是什麼西語言 長得很奇怪 指標太難 絕對不是 而是你心中沒有要做的事情 好 當然我們不是在講那種選的事情 好 我們再回來這件事就是說 這也是這個 這也是我們現在很多人遇到很大的問題 就是好像表面上設定一個目標 我要學Tensor Pro 我要學Machine Learning 對不對 但是你們問說我要學Machine Learning幹嘛 對不對 沒有想過這事情 好 然後反過來 再來思考是什麼 你甚至連Machine Learning是什麼都沒有要定義 說我去上網看了很多教材 好像乍看取了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很多人對西語言的規格書 根本就沒有掌握度 不是只是大學生而已 沒有掌握度 事實上 包含做大學教授啦 業界工程師 有叫他號稱在業界 待過很多年的工程師 從來沒有去看過這件事 那你可以想像一個大文好 在寫作的時候從來沒有去查過字典嘛 當然你在Facebook發廢文是沒有查字典是OK的 對不對 但是你會想到一個大文好 有可能完完全的金庸 他有可能完全不查這個字典 不查資料嗎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很多西語言開發者 寫程式的時候 根本沒有查規格書 憑感覺 憑感覺 你不覺得奇怪嗎 這樣的控制你會覺得很恐怖嗎 但是很多人就認為說他的程式嘛 沒問題 好 我們在之前有一節就專門講 開發工具跟這個程式語言的規範標準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有個通透的一個程式語言認知 不只是看書 而且是看書之後 格物知知去思考他相關的規範 然後事實上西語言規格書寫得非常好 他篇幅不大 但是裡面有很多議題 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好 那我回來看這個跟指標有關的部分 如果你去搜尋這個C99 C99的規範的話 當然他的全名叫做ISO IEC 9899 那你如果去找的話呢 你去找Object 它總共出現了735次 那如果你找Point的話 它數量只有637次 然後很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認為說 C語言就是 就是就不是物件導向語言啊 所以我不用注意這個詞 不用注意物件 你看看對不對 但是這是兩碼的事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分數跟分數導向 什麼叫分數導向 你問任何一個台灣的學生都知道 對不對 有參加過聯考的朋友都知道 什麼叫分數導向 就是考試考什麼就準備什麼 考試不考就不會讀啦 這個叫分數導向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因為在意配分嘛 就是說 這個你會把心思用在哪裡 心思用在投入之後 可以得到比較高分 可以得到比較好名次的科目 那有些東西不用怎麼投入 也不會太低分 像什麼音樂課對不對 因為音樂老師不敢當你嘛 對不對 你升學班嘛 音樂老師的課都會借給你 對不對 就借給其他老師用 所以你需不需要投入很多音樂 不需要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很多人都畢業的時候都說 我是德字體群美 五欲均衡 你不覺得很方便嗎 從頭到尾就對了 其實分數嘛 這樣分數導向 注意到分數導向顯然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不代表分數是不好的 你為什麼需要分數 因為需要量化嘛 比方說你去思考一些事 我今天你在教學過程中 我不要不講別的 我們就講直播好了 我們是直播 你們看我直播的時候 頭一直搖搖去對不對 我就要看有多少人線上在收看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什麼 這本質上也是分數嘛 看有多少人在意這個議題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我如果給你一些小測驗 那測驗之後呢 我就可以看從測驗的這個分數 可以看得出什麼 這個學員學習的狀況 這是好事 你看一個好事的東西 然後把它變成分數 其實它是一個很中性的東西 但是它分數導向有可能覺得就不好 那同理就是說物件跟物件真的是兩碼之事 在西原來講的話呢 什麼叫物件 我們來看一下 西原物件是什麼呢 在執行時期呢 只要能夠儲存資料的區域 它的空間不為0 就比0還大的範圍就叫做物件 所以有地方可以存就叫物件 很單純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呃 事實上的在這個物件 因為要有東西儲存嘛 它有一個東西很重要的詞 叫做什麼 叫做生命週期 英文叫做lifetime 好 然後這個lifetime很關鍵 比方說呢 我們剛才還記得剛才那個 舉的那個例子嘛 一個去 幾個區域變數 什麼INTA INTB INTC 像這樣的一個區域變數 它是有生命週期的 比方說我在Main韓式之內 好 那我離開Main韓式之後呢 這個什麼 這個ABC就不存在了 好 那當然有些東西可能會久一點 好 比方說你可能知道有些像什麼 MainLock啦 跟Free這種東西 好 那就是 它的生命週期要久 好 但是不管怎樣 它都會有週期的 好 好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 但是在西語言的規範是這樣 好 生命週期的範圍內 有效範圍內 就有一個什麼 對應一個常數的一個什麼 記憶體位置 好 所以 比方說你的區域變數 比方說區域變數ABCD 好 在它有效範圍內 在一個Function的Block之內呢 它一定有一個常數 好 去指向它的地址 好 那指標是什麼 指標本質上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代稱詞 就是一個代名詞啊 什麼的 就是 去作為什麼 作為物件存取 好 所以回想一下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教學對不對 剛剛那個簡介 有一張圖 那個圖呢 不管畫了什麼圖 好 不管它沒醜啊 好 反正不管它主題 反正它這個什麼 它有一個開頭 有一個連續 就是佔一個空間 佔一個連續的空間 有開頭 那我也知道結尾 好 然後最關鍵的話是什麼 我呢 只要一個指標 好 我就可以送去它 好 那 所以你要知道一個議題什麼 就是呢 在西原來講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所謂的讀書 它把很多事情講得很清楚 短短幾句話 就講得清清楚楚 比你猜的時間跑太多了 好 然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 哪個人講什麼 欸 有三種的嘛 三種的Storage Duration 好 有靜態的啊 Automatic的啊 還有這個 Alocating Alocating就是 就是像那個 像那種 Malloc這種東西 所以它事實上 嗯 西原規格說 它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它沒有 沒有什麼圖片 它基本上有文字 所以很多人看文字就 就跳過了 但是說真的 我們的目標 為什麼我們會有 你所不知道的西原這個講座 因為我看太多人 從頭到學西原 就學到 連表面都沒有 如果你學東西這個皮毛 你還可以拿西原來做一些像樣式 這叫皮毛 對不對 什麼叫了解 就是說你要 可能要寫到Compiler 有能力再寫另外一個Unit 了解Dennis Leach Ken Thompson當年那些人 你提升跟他們相似的水準 那就要懂了 對不對 這個合理 所以 很多人很無奈的地方是 連皮毛都沒有 對不對 皮毛是掌握 對不對 你可以拿來做事 你雖然沒辦法開發Unit系統 但是你至少開發 Headbase出來 很多人是連皮毛都沒有的話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有這個 你所不到的西原這個講座 其實就希望引導大家 可以不可以 不要說相當提升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更專業的地方去想 那在賣相專業的過程中 你不得不一定要認得想一個問題 我的專業依據在哪裡 對不對 那顯示規格書 好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2121洞洞 好 繼續 我們先進去 我們剛在休息之前提到這個西原的規格 然後我希望再提醒大家 就是說 因為西原的開發 你不能真的 你不能把它當作一個程式語言 你應該去思考的地方是 我們今天學的是一種思維文化 就像深度學習法文 深度學日文一樣 你不會只是想要知道說 比方說小姐你幾歲 尤其在日文來講 你不會想要只學這種東西 對不對 你想學的東西是什麼 日語 它的文化 比方說它的禁語 然後它的什麼 它的哪些話該說不該說 這個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什麼 像法國人 他的生活形態 我們要學的是這個 當然是西原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想 我們要掌握它 這文化太重要了 然後呢 你為什麼要了解規格 你要想一件事 你有沒有想過 西原編輯器它是有BUG的 你說怎麼可能 太多了 如果你Google搜尋有什麼 CompilerBUG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 而且都還是知名的這個嘛 知名的Compiler 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你在Google搜尋找什麼 CompilerBUG 你會發現說高達2000多萬個 然後最酷的地方是什麼 把Microsoft 再加進去 這個 Compiler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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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個東西真的太多了 就是一大堆啊 什麼這個 什麼什麼 反正一大堆這種BUG 很多 然後 你可以再往Google搜尋找到什麼 高達56萬筆資料 56萬筆搜尋 當然 真正BUG也許沒那麼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只有一大堆 然後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事實上Compiler 升來就會有BUG 它就跟一般軟體一樣嘛 就是升來就會有BUG 只是說這些供應商會持續進步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這個 遷入式系統的工程師的話 你要知道一個很麻煩的地方是 你的編輯器不可能隨便換 為什麼 因為你很多軟體都是牽引法動全身的 比方說新版的軟體它可能BUG比較少 但是它沒有被驗證過 那舊版軟體也許BUG比較多 但是什麼 但是它被驗證過 所以即便是BUG 我也知道怎麼繞過去 這個有work wrong 然後因為你的編輯器本身會有BUG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想說 我這個BUG在哪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我這個編輯器本身呢 它跟標準有沒有一些 資源都不好 Microsoft V9C++ 一直到2005年的時候 都還沒辦法充分的支援 1999年的C原規格 C99 這件很有趣 就是過了那麼久 你看2005年跟1999年 差那麼多年 對不對 那Microsoft的Videos Studio 一直到了2017年 2016年 2016年才對那個C++ C原的那個C99規範 才有完整的資源 所以過了非常久 那中間就會遇到一件事 就是有些東西在 耿路的GCC變得過 但V9C變不過 或者V9C就算變得過 但是行為有可能 規格跟耿路的東西不一樣 當然也有反過來的 這時候呢 了解規格就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哪些東西是標準的規格 哪些地方不是標準規格 然後在C原規格數裡面 還有兩件東西很難的 叫什麼 UndefinedBehaviour UndefinedBehaviour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顧名思義就是這個 就是 在那個C原規格數呢 它有一大堆 UndefinedBehaviour 顧名思義就是沒有定義的 那比方說有些比較經典的例子 什麼IA++++ 像這種案例 就是說 這東西到底是不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合法的Case 然後很多人呢 就把這樣的東西丟到編輯器裡面 然後就看到這個結果呢 結果是對的、錯的 就認為說那就是絕對的對 絕對的錯 但是你沒有想過說 我應該先讀書吧 對啊 好 這個什麼東西啊 真的笑不笑吧 好 那 再繼續看 就是說這個 所以這個C原規格數 你要邁向專業 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這個 這個太重要了 好 然後我們再繼續看 在C99的6.2.5 就是 就是 我們今天 框起來的地方就表示了 表示那一節 然後當然裡面又是一段英文 沒關係 我們幫大家畫一些重點 好 然後注意到呢 在6.2.5呢 講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形態 注意到這個形態 西語言的設計 跟很多程式語言 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把很多東西變得很 單純 我必須用這個詞來寫 我 一時想不出有什麼 術語 有些語言呢 他會提供一些語法堂 比方說西加加 會提供一些語法堂 比方說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很經典的東西 reference 西加加reference的設計 是希望西加加 雖然很多概念 既成至西語言 但是 像指標 但是西加加會希望怎樣 這個指標使用 可以盡可能變少 那所以reference是一個更好的一個什麼 簡單來說更好的一個pointer 好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西加加的reference跟西語言的pointer 如果放在一起會發生什麼事 也就是說我今天有這個東西 又有這個東西 我把它放在一起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東西塞在一起 能不能這樣寫 可以 但是它有什麼影響 很難講 然後我們今天不再講這個議題 我們今天想講的地方是 我們想要讓 西語言 這個規範 我們從那個過程中去想 從那個最 最根本裡面去想 然後呢 在西語言規格說 花了很大的心思 因為西語言的影響太大 對這世界影響太大 所以他每次在改版 就會花很多心思在糾正 修正它裡面的一些秒數 然後裡面呢 注意到 這邊你可以看到什麼 有個東西叫PointerType OK 那PointerType呢 它可以延伸至什麼 FunctionType 所以這個不難懂 對不對 FunctionPointer 然後呢 ObjectType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實際空間的東西 叫ObjectType 就這樣怎麼 就是什麼 Integer這種東西 好注意到 不要跟西加加的物件搞混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單純的東西 佔用空間就是物件 就跟買房子 賣房子一樣 只要佔空間就是物件 所以賣房子怎麼賣 物件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好的物件 不要把物件導向搞混了 物件跟物件導向兩碼之勢 好 但是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有個東西叫InCompleteType 顧名思義是什麼 它不是完整的形態 不是完整的形態竟然有指標 你們覺得有點奇怪對不對 前面基本上都是什麼 有Function 有Object 不完整的東西也可以有什麼 也可以有這個形態 好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InCompleteType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不完整的形態 它是不 它是怎樣 它是不佔空間的 或是它是 它所佔的空間 不是前面的具體的空間 物件 那不是物件 可是我又可以有一個指標 衍生是這個 這個注意到 好 那這樣的話呢叫什麼呢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稱為叫什麼 RuefenceType 所以注意到 這個有個D RuefenceType RuefenceType 那RuefenceType就是什麼 就是如果呢 你從 你看這個東西還好懂 然後你可以從這邊來講 就是從一個什麼 RuefenceType 去這樣 去建構一個PointerType 我們稱為叫什麼呢 叫做PointerType 叫什麼 PointerType什麼呢 叫做這個什麼呢 Derivation 好 這個東西 Deriv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裡面用詞的 其實蠻難的 這個東西 這個詞 好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Ken Thomason跟Denis Leach 他們一個人是物理背景 一個是數學背景 所以裡面有很多詞 尤其Denis Leach 用詞 他其實很 很數學 好 然後呢 這個這個 有一個字 跟大家講一下 叫做 Derivative 這個是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導數 這個叫導數 導數是一種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你畫一個 你畫一個 畫過去 對不對 就是導數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我這個function 我不管在哪個點 那我的韓式表示它的邪律 通過的邪律 好 然後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東西在西元規格書呢 基本上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比喻 你想一件事 我今天資料不管怎麼變化 好 那你呢 你怎麼來 來看一下 你是opponent to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資料 好 所以你看 我假設呢 這是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 就是一個function 就是應該說 我用一個特定的函數 注意到 函式是表示西語 程式語言 的一個單 叫西語言來講的那個 function 我們分個叫函式 那我們現在函數呢 是講什麼 講那個什麼 講數學上 所以就是說 你不管它是一個正選啊 語選啊 或是一個圓 反正不管 我呢 我就是 這個 我 我再某一點 一個變化率 然後 那我呢 用 注意到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最好玩 這個東西很好玩 我覺得它創造一個 什麼 創造一個形態 所以 這 derivation 這個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 所以你要更看這個部分 好 再接著看下個部分 也一樣在6.2.5 好 它跟什麼呢 pointer跟什麼 算數 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 我們可以做 加加 減減 好 我可以 一般的存量 像1 2 3 4都是存量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我可以做 加減乘除 甚至還可以幹嘛 我可以取余數 好 可是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pointer type 它可不可以做運算 欸 你說 我可以加加 欸 我也可以減減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可以加1 我也可以減1 那我可不可以乘1呢 好 你看啊 就是我們來 我們直接寫一小段乘什麼碼了 好 比方說我有一個 隨便寫一段乘什麼碼 假設我有一個 有的加什麼呢 A 好 然後呢 接著分滿這個ptra 好 那這個東西呢 顯然是什麼 顯然是合法的 在合法的乘式嘛 我還是編一次給大家看 gc gc 好 那 就是 抱歉 感覺有地方寫錯了 所以顯然是合法還是不合法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我如果加一些警告的話 也是個 但是這個更加說 沒有用到而已 好 但是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是 我去取 取什麼 這是 address of 好 我就取出什麼 取出a 所做的位置 那a呢 大a是什麼 大a是一個物件 對吧 好 然後 但是呢 這個東西很無聊啦 我們真正有興趣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真正有興趣的地方是這個 我們真正有興趣的地方是這個 就是這個存量的變化 好 所以我可不可以做這件事呢 就是這個ptr ptr a++ 怎麼可以呢 來做一次 好 顯然合法對不對 那接著 ptr a- 看起來也合理 那這時候呢 那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再建立一個 ptr x好了 好 那x呢 指向ptr a 好 來試試看 這回過 好 一樣過了 只是跟你講說 它是沒有用 用不到 它給你警告 好 但是呢 我如果說這時候呢 我把ptr a++100 好 好玩啦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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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意到,乘,生死一事要發生了,乘,跟你講這件事是什麼 你看我把剛才那個東西加1也好,減1也好,減100也好,減1萬也好 因為西元他把你當作一個成年人,他知道你應該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他不會去干涉你,可是這時候他就要干涉你了 注意到一件事,事實上point type,它不想有完整的算數 注意到,它不想有完整的算數,意味著什麼呢 我可以做加,我可以做減,但是我不能乘 你看PTR如果它是個數字的話,PTR乘1 它如果是一個數,假設它是1萬好了,1萬乘1就是1萬,證明什麼意外 可是point type不允許讓你做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這個appulator,它事實上怎樣 它的適用範圍是有關的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比方說我把這個東西稍微這樣子 就是PTR 再加上這個東西 看一下我們剛才的層次碼怎麼改 好,我強制把它轉成一個整數,然後再去加它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神解釋是什麼 編過了,當然也跟你先警告了 那當然同樣又是西語員,把你當作一個成年人 雖然這段程式碼很可能會出錯 在執行時期可能會出錯,但是變成編譯時期 因為你強制把它轉成馬,表它整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所以形態很重要 你看到很多人對西語員來講都不是很重於形態 我們再拉回來,如果把這個東西它沒有去轉型的話 它就是point type 我如果想編成那個斷程式碼的話 連這個都會失敗對不對 就是PTais成1 x 1這件事會失敗 所以你為什麼要讀書,對不對 與其讓你當作模式的一堆實驗 然後歸納出很少很少的心得 為什麼不花10分鐘時間 好好的 look ə pues 你看下去貴個數你會覺得開心過了 所以搞清楚這件事就是什麼 算數、純量、還有point type 好,再繼續看 然後這來了是什麼 channels不是說我ATION InCompleteType InCompleteType它的構成是怎麼構成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一個ArrayType 然後它沒有位置的大小 就是我們前面講過 物件是一個什麼 有明確的大小 可是如果說你先宣告的時候 它是一個沒有明確的大小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我們有一個 我們叫b好了 b100 然後這個怎樣 這個會變異過對不對 好 這東西會變異過 只是跟你警告說沒有用到而已 但是會變異過 但是呢 如果你寫成什麼 C 這樣子 沒有固定大小的話 就慘了 好 它跟你講什麼 它跟你講說 它沒有什麼 沒有大小 沒有個明確的大小 好 所以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是什麼 這樣的東西我們就稱為叫InCompleteType 所以注意到InCompleteType 它不是一個物件 好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你可以指向一個什麼 InCompleteType 好 這個這個 這個東西就有點 有點奇妙啦 對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很有意思 我們等一下會再解釋 我們先講一些這個概念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你也可以幹嘛 你也可以 一樣的道理 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寫Structure 好 像這樣東西 你看喔 如果呢 我們今天 定一個Structure 像這樣 宣告 宣告 宣告Structure 好 其實這樣是合法的 然後 但是呢 如果呢 你今天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選稿 而是要去用它 比方說 你看喔 這邊是什麼 注意到這一行是什麼 這一行是宣告 好 但是我這邊是什麼 就是 它是一個什麼 Instance 或是一個更好的說法 是嗎 西語言的規範叫什麼 西語言的術語叫做 object 就是我去建立一個object 從什麼 從這個 從這個 這個 graphics object上 來 好 那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很好玩喔 便譯就會錯了 就是 重新看一下這個 層次碼 這個層次碼 是這樣 這個宣告的時候呢 是沒錯的 真的錯的地方在哪裡 真的錯的地方在這裡 好 因為它是一個 incomplete type 我可以宣告 但是我不能用它 你看 用的時候 Story size It's unknown 所以你看到 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把剛剛的東西 擺在一起 就是我們把兩個東西 擺在一起 比方說是HARB 這樣子 然後你發現錯誤訊息 超級像 錯誤訊息呢 就是 B 它是怎樣 它是怎樣 它是沒有大小的 對不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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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X呢 它是從一個 incomplete type 出來的 都是一樣 它沒有什麼 沒有空間 沒有佔用固定明確的空間 就是一個物件 所以注意到這個概念 好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的地方是 我呢 我可以先告一個指標 去指向它 好 好 所以注意到哈 這東西不合法 但是我可以幹嘛 這東西 插回去了 上面不合法 但是我只要把它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合法 好 上下兩行的差別在哪裡呢 好 我們把它對齊一下 你就會發現 上下兩行的差別在哪裡 好 你看到 都一樣嘛 只差這個 再把它對齊一下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呢 很好玩 別過了 好 所以你看 所以你覺得很有趣嗎 這個戲原 那個神奇的地方在這裡 好 我們可以去宣告 宣告一個什麼 InComplete Type 這是OK的 但是呢 我不能從InComplete Type 去建立一個Instance 我不能去建立一個 真正的一個物件 因為物件要佔空間 但是呢 我可以幹嘛 我可以去 宣告 就是建立一個物件 然後這個物件呢 它指向什麼 就是它是一個Pono Type 那Pono Type 它就佔空間 它多大 也就是說 我在這個 你的CPU架構 它的這個 address是64個元 那我就佔64個元 那你電腦是32個元 我就佔32個元 它是跟著嘛 跟著你的Data Bus有關 好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你看 這一樣 你不用做很多實驗 你可以知道這件事 就是說最好你一邊看一邊 一邊一邊思考這個議題 好 我們再去看 那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一樣 也是在什麼 6.2.5 6.2.5超好讀的 超好玩的 好 6.2.5講什麼呢 它說array function 或者type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 它是 derive 就是一個衍生的什麼 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 一個宣告的形態 衍生的宣告形態 好 所以declimator 這個type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 像什麼 它是一個衍生的 透過宣告而來的形態 好 所以這很多西元的書 中文的書 它的憑感覺去學 這沒什麼問題 它把這個 它的所見所聞 分享出來 這很好 就跟我今天做的事情一樣 但是 很多書 有一件事 沒做好 就是怎樣 你為什麼不 跟第一手資料先對照一下 看有沒有東西 是有些粗魯的 對不對 我們畢竟不是做工業 我們今天不是來寫文章的 我們今天不是來 憑感覺版 就是什麼 這個 抒發你的情感 不是 我們這個層次設計 在今天來講 是一個工業 對不對 工業就有標準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過程中 西元規格書很明確跟你講說 array function point type 它其實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 如果你讀到這一段覺得很奇怪 那你表示什麼 不夠了解西語言 你看看你 對不對 好 那不要太慌張 這也是為什麼有這個講座 那 為了講指標 我們還特別講了上級跟下級 對不對 因為太多東西要去考慮了 好 然後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事實上你為什麼要讀標準 就是要讓你看清楚這件事 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個練習題 假設你的電腦呢 是 呃 就是 假設你的你的電腦架構是30 32元 30元電腦架構 然後呢 你要對一個位置 好 就地址上是這個 67A9 16晶圍的67A9 好 然後你要對什麼 對這個地址 好 然後你改變它的數值 好 改變成了這個16晶圍的AA6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你不能直接這樣子寫 就是你不能這樣刮起來這樣寫 好 這是很對的 好 我們必須要幹嘛 先把它轉成PointerType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為什麼你要讀規格書呢 就是什麼 PointerType OK 像剛才那個PointerType很顯然 它衍生之一個什麼 是一個ObjectType ObjectType ObjectType是什麼 它衍生之這個Object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 我就幹嘛 我就建立一個什麼 PointerToInteger 就是指向什麼 32位元長度的這個整數 好 然後呢 這個地址呢 這個地址本身不應該被改到 對吧 就是內容可以改 但是 就是地址所指向的內容可以被改 但是地址本身應該是不改的 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內容的話 注意到 如果這是內容的話 那 我的 就像你家的地址嘛 你家的地址不應該 不應該變動 但是你家的東西 人可以改嘛 比方說你的家裡的成員 會更變工啊 或者是貓挖狗會增加的啊 或者有人來做客 更動的地方是這裡面 那 所以我這邊 我這邊的 宣告這邊加一個什麼 Constant 一個Modifier 加一個 Qualifier 加進去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呢 光這樣寫還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事實上呢 這樣子寫 它只是一個什麼 它只是一個指標 我們呢 改變這個指標的話 就不對啦 然後 你要去做什麼 你要做一個 就是Derivants 好 那剛剛前面講過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Value of Operator 好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左邊這樣子寫 這東西我們稱為叫LValue 好 注意到這是我們下半段 就是這個 呃 我們這個指標片有分上跟下 之後可能會把它拆更多了 但是我們先把它拆成上跟下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們稱為叫LValue 然後我先讓它變成LValue 注意到變成LValue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什麼 可存取的資源 可存取的資源 這件事呢 就是可寫的 好 所以我寫的 寫什麼東西進去 寫這個字進去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不能念 等於 這要念assign 好 那它對應的 對應的名詞叫什麼 assignment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不是等於 這是assignment 然後我把 注意到這樣子寫之後呢 它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LValue 底下寫這個LValue LValue不是它在左邊就叫L 不是啊 這個L表示什麼 表示locator 就是定位器的意思 所以我這樣子做的話 會變成LValue 這個先記起來 我們這個之後再解釋 所以我變成一個可以存取的資源之後 我再把數值16進入的AA6 填入進去 好 LValue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規格書裡面 還跟你講什麼呢 跟你講這句話 這句話超酷的 就是什麼 這句話跟你講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 一個形態 好 這個形態呢 是 就是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我在形態的這個 再轉換 appointed to void 就是什麼 就底下這個 然後再來什麼 另外一個 appointed to character 注意到 不要念char 這個是corrector 然後 所以就是 appointed to character 還有 appointed to void 然後 void就不是可數的 所以你就講void就好 然後呢 應該要一個什麼 一字的表示方式 超級重要的 然後當然 還需要一個東西 alignment requirement 就是說 這個是 硬體架構對齊的 簡單就是說 在很多CPU架構 都需要 存取資料的時候 需要對齊 比方說對齊 4個byte 或者是 對齊 16個bit 這樣的一個要求 我們先不管 alignment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這句話說明什麼 這兩個東西可以互轉 可互轉 我們再回想一下 剛才有講到什麼 qsalt 好 注意到 qsalt 第一個parameter是什麼 qsalt 第一個parameter 它的形態就是什麼 point to void 這意味著什麼 你可以把它更換成 pointer pointer to to什麼 to character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是可以互換 好 然後呢 這邊有個很重要的工具 這工具很好用 就是可以去那個 幫你產生西緣的宣告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比方說呢 看一下 好 這樣 打進去就 那你可以打一下help 好 那它基本上就可以 就是比方說宣告 然後也可以 它可以宣告也可以解釋 好 就是給一個東西它可以解釋 好 注意到還是英文解釋 好 所以比方說我就是宣告 好 宣告一個什麼 宣告一個陣列 好 欸 這個這個 抱歉啊 提到 哎呀 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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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忘了寫erth 注意到那個用法 妳要return returnate function 怎麼那麼煩啊 你們也看到眼鏡很痛 好啦,我們先偷懶一下,先複製貼上 我們這個系統有個大問題 就是會截掉資源 好,所以比方說像這個 就是像這個東西看起來複雜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簡化一下 就是,我把它簡化 比方說把array as a pointer 好,比方說你看我們把這兩個東西的差別好 我們來看一下 弄清楚一點 這個是這樣 然後把它簡化 然後就是 注意到後面不要加r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程式有一些限制 就是它有一些說明 我常常就搞混了 好,不過沒關係,還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 它的這兩個差異在哪裡 在這裡 好,那實際上 英文來講的話,差異在哪裡 差異在哪裡 差異在這裡 array of 好,然後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呢 可以很容易去幹嘛 去宣告一個形態 注意到,面試的時候很有用 好,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來解釋這個 比方說這個東西 我可以提上去 好,然後就可以去 用英文去解釋 好,注意到 面試超好用的 尤其在那個 科技公司面試的時候 這個工具可以告訴你 好,那你可以去想 它也讓它去解讀 好,那你可以把前面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帶進去看 好,那當然就是 就是,有的東西很討厭 懂我的意思吧 它有的東西是這樣 就是,它有時候會 就是,它有時候會判斷失敗 因為有的心態真的太複雜了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成 好,比方說你把它改成這種 比較簡單的形式 那這比較簡單的形式就是什麼 它就是宣告一個什麼 X,它是一個什麼 Point to function 然後它有return的 return void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 所以這個工具可以讓你去理解 那接著我們在看 剛才在西原規格書的時候 有想到一句話 Point to void 跟Point to correcter 可互換 當然有一個來本的要求 先不管這件事 它事實上 它應該有一個一致的表達法 也就是說它這兩個東西可互換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先講 Point to void 那你如果看一些文件 它會講說這個東西叫什麼 就叫萬能指標 然後這個東西 事實上在早期的西原 它是不存在的 一直到C89才確定 C89是什麼意思 1989年的西原規格 然後你會回想一下 西原1972年 開始有早期版本 那正式對外發布是1974年 可是呢 西原一直到89年 1989一直1999才有什麼規 才有正式規格 所以叫C89 C90 那為什麼 890跟90年都有標準 是這樣的 就是89年是規 那個草案 然後90年正式批 批准 所以 我們就叫C89 或者C90 然後 後來的東西就比較明確啦 比方說那個C99 顧米思義就是說這個草 這個草案在1999年這樣 批准 那最新的標準是C201年 然後 這個point to void 這個東西很慢才有 在最早的C原來講的話 是沒有這個什麼 Void這個設計的 就是我們講的 1970年代的那個C原 是沒有這個Void的設計 一個函式 只要沒有特別標註 反規的形態 它一律又變成integer 好,注意到這個東西 那 你沒有寫的話 它就是什麼 它的回算值就是0 好 好 這樣東西你在哪裡會見到呢 事實上你每天都見到啦 好 像這個 像這個PTR對不對 這個PTR呢 你看這個很好玩 我們把它簡化一下 像這個 這樣子變得過嗎 這樣變得過 然後呢 我把它回傳個值 回傳 回傳0 這當了怎樣 也變得過 這沒什麼意外 但是如果說呢 我把回傳值也拿掉 我就把它給這樣 怎麼變得過呢 好玩啊 一樣變得過 好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然後如果說呢 你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 都拿掉的話 反正是 來看一下 好 只是給你一個警告 然後它幹嘛 ReturnType Defaults 好注意到 Defaults 這時候就變動詞 就是 預設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integer 好 所以這個很有趣 不寫就是integer 好 這是在西元的規範 好 你說這樣的設計有什麼問題 有 你想要這樣的設計 有什麼問題 好 這樣的設計呢 有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我們很容易怎樣 沒有搞清楚它的那個形態 好 所以你看 就是我沒有可能這樣 就是 你就想一個 一件事 我們今天假設這個man 它有個回傳一個值嘛 所以比方說 比方說 比方說 我今天有個 有個 有個 東西呢 就是叫什麼呢 叫做 int x 好了 好 然後 我呢 去 return man 好 我們先不管那個 執行詞期會有什麼表現 那但是 其實你可以看到什麼 事實上 這個東西是完全合法 完全合法的程式 合法什麼 它用man的 回傳值 可是很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 這個man 回傳的這個形態 跟這個 這邊所期待的 integer是一樣的 你沒有這個知識 你沒有這個知識 我們不能先假這件事 那這樣會有個什麼問題 因為 如果呢 我們想另外一個前進 如果呢 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short integer 如果上面是integer 底下是short integer 那你就發現一件是什麼 這樣的話 資訊量就縮減了 再講一次 你看 這個man 在這個錯誤訊息裡面 就很明確 他跟你講什麼 他會defaults to integer 好 然後integer的空間呢 一般來說 它會站的會比什麼 short integer來的大 好 那我把一個比較寬的東西 放到比較窄的 那事實上這樣 有些資訊怎樣 就 就不見了 這是第一個 好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如果涉及到指標的操作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因為指標在做什麼事情 指標在存取記憶體 對吧 那 那問題來 我如果呢 我如果今天來講話 我沒有很明確 就是跟你說 要 要指向哪裡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會導致說認知上的錯誤 好 那所以這時候呢 吸引員 就設計很聰明的方法 叫什麼 先發展一個東西 叫void 好 注意到哈 word不是什麼很了不起的發明 但是pointed word 是很了不起的發明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這個東西呢 好 回想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ptr 一樣的ptr的地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像這個chr 我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地址 比方說 x 好我給它一個地址 給它0 這樣可不可以呢 事實上 編譯是變得過的對不對 好 然後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如果 顧忌重施 好 這樣子寫 這樣可不可以 咦 其實也可以 好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 我今天有一個 p c好了 c 我把這個x 取出來 這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這沒意外 但是呢 我這時候呢 我把y 地址裡面的東西 取出來 好 認真看這個東西 好 認真看這件事 它問題出在哪裡 這一行 它叫什麼 de referencing pointer to void 這個操作是怎樣 是錯的 好 然後呢 注意到 所以 void value not ignore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件事 很有趣 你看到 就是說 我今天呢 雖然 pointer to void 跟 pointer to character 可互換 對不對 剛前面還有印象嗎 下面這個 好幫你複習一下 下面就是跟你講說 它應該有一個 一致的一個表現形式 對不對 但是 好玩的地方在這裡 好玩的地方在這裡 好玩的地方在是什麼呢 就是你看喔 這個是 pointer to pointer to character pointer to a character 所以我把它 delivence出來 所以注意到 為什麼你不能唸 star 如果你把它唸 star 你連錯誤訊息子都看不懂啊 對吧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唸英文 不是來說 我們很有文化 不是 你看我學這個東西 我只有一個很卑微的目標 我看懂GCC的錯誤訊息 這目標夠卑微了吧 很多人之所以西元學不好就是什麼 因為你講的英文 跟編輯器講的英文 是兩碼子 沒有什麼內容關係的 你當然學不好 廢話 好 所以就是說 這個什麼 來認認看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X X是什麼 A pointer to a character 然後當然是Y是什麼 Y是這個 A pointer to a 什麼 A pointer to a void 所以問題在哪裡 我這個東西 實際上我沒辦法 delivence出來 因為我一開始就有個 沒有明確的空間 我沒辦法取出來 所以就是錯 好 好 所以這個是很有意思 它強迫你一定要強制轉型 才能夠處理 意味著什麼呢 你要怎麼改這件事呢 不難 我先把強制轉型 好 注意看 我剛才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改這一行 加這個 注意 這個東西在這裡 好 那我們幹嘛 去編輯它 在這邊過了 因為這時候 Y就有明確 Y就有明確佔用的空間 所以注意一下 Y就有明確佔用的空間 而且它delivence出來之後呢 也有明確的空間 原本Y是有明確空間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point to void 所以它有空間 比方說它是八個byte 四個byte 對不對 就看你這個指標有多大 它就佔多大 這個沒有問題 但真正問題在哪 真正問題在 這個什麼 它delivence之後 因為它沒有明確形態 所以我就把它變形 那家人會好奇說 如果呢 我用這個東西 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 有趣的事實是什麼呢 再看一下這個指標 事實上 還是變得過 好 可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因為 Y 原本只是指向 Y本來只是一個指標 對吧 然後我把它轉型成什麼 point to double 但是double跟corrector 它佔用的空間不同 然後我硬把它塞進去 到這個d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就剛剛提到這個alignment 這個這個 我們之後還會再補充 在這裡先有這個概念 它就涉及到 我要怎麼填 那我填寫資料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個 會不會有出錯 好 再來 再來是什麼呢 欸 不對我們這邊就要講了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講這個alignment 為什麼alignment很重要呢 因為事實上呢 在很多引體架構 它都有做一些規範 比如說on的處理器 它實際上要做一些alignment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這個on的設計 它是比較精簡 跟intel架構比起來精簡很多 然後但是在這個 這個機體操作來講的話 既然它比較精簡 就會有些限制 on的處理器有個限制 有個很明確的限制在什麼 就是說呢 我在這個存取機體的時候呢 我一定要對齊32邊界 也就是說 32bit的邊界 所以就是說 我一開始是0這個bit 那接著我幹嘛 加32 再加32 變64bit 就是誰這樣子 你那麼 只存取到其中 比方說 32bit裡面其中 就是你從某個地方開始取 不行 你一取就要取整個32bit 然後再去看裡面的內容 這是OK的 你一次就要取那麼大 你不能說我從中間截掉 然後跨越 跨越兩個 我們稱為叫word 32元加高的話 是word word的話就是 那這樣會不會出問題 會 它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觸發Exception 就是alignmentException 然後所以為了這件事怎麼辦呢 你就需要去調整 調整 就是你有些算法 就是一些簡單的算法 去存取 所以你要注意到這邊 就是額外做一些alignment 然後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雖然說西語言是跨平台語言 但是這種細節 要很小心 然後再來什麼呢 就是像很多open source的划掘呢 幾乎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因為它跨越很多 不是說沒有公佈source code 就沒有問題 那種東西這樣 不要搞錯了 而是說那個 這個什麼 而是說那個 這個 這個程式碼丟出來 給公眾檢視 好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這種 你要什麼alignment 你看到 你如果搜尋linus alignment patch 你會看到一大堆 46萬筆資料 就跟你講這個 要怎麼對齊之類的 那它沒有處理好的話 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會那個 有可能會那個 不是沒效率而已 那結果是會錯的 這是一個要特別注意到的事情 好 那麼再繼續看 那 既然我們剛剛提到 在C89的過程 C89的制定過程中 point to word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對不對 它可以避免 很多 不正當的 這個 非預期的 這個記憶體存取 但是你說它 是不是真的 那麼萬能 事實上 它很多轉換是會有問題的 好來看一下 好 那 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 你可以看一件事 就是像我們剛剛那個例子 還記得剛剛那個例子吧 這個 Double 跟這個 Corrector 好 然後呢 這個轉換的過程中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 這個 結果 因為我們今天存取的方式 我們只有講開頭 但是一個物件到底佔多大 一個物件到底是一個byte 四個byte 甚至更多的byte 這個是由形態本身去決定的 好 物件有明確佔用的空間 好 注意到這個東西 但是 point to point to void 是沒有 它的地址本身 它佔的地址本身是有明確空間 但是它最終要指的東西是沒有明確的 所以我們要透過轉型 可是轉型之後 會不會遇到說 原本只是佔四個byte 你轉型之後呢 宣稱一個有16個byte 結果你取出來的東西 就是原本是要四個byte 結果你取出來的東西 變成16個byte 這會不會有招致很多問題呢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它事實上有一對 undefined behavior 所以注意到這種東西 好 那這個也是西語言被人家詬病很嚴重的一個地方 那西加加當然就做了很多調整 那我們就幫大家補充一下西加加的背景知識 所以比方說西加加有什麼StaticCast 西加加有四種 就是有這四種 有StaticCast DynamicCast ReinterpretedCast ConstantCast 這西加加的東西自己看一下 那基本上西加加之所以大費周章 去考慮這些事情就是這樣 因為太容易轉型轉錯 導致非預期的狀況 所以注意到這個問題 好 那當然再強調的是 西語言把你當作什麼 一個成熟的人 懂的意思嗎 好 然後我們剛才前面就是講到這個alignment 如果你對這個alignment 很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有學問的 這個 這個東西是有很大的學問 然後這個學問呢 跟那個什麼 跟這個 跟那個 padding 有很大關係 這是Erik Raymond寫的文章 他的縮寫叫ESR 然後 Erik Raymond 之前很著名的這個作品 就是那個Sameel 他維護了這個Sameel 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這篇文章呢 就可以講說這個Structure 那我要怎麼去處理這個 像這個alignment 這個alignment 那個中文 這個叫做對齊 然後怎麼去處理這個對齊一題 你不要小看看那個問題 看那個問題呢 如果要讀講要讀這麼長 有沒有看到 那當然你就自己回去慢慢看 那我幫你畫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alignment requirement很關鍵 這是因為西雲編譯器 雖然能夠怎樣 能夠在很多不同的平台可以運作 但是 畢竟每一個硬體行為是不一樣的 像前面講的話 就是說在這個 很多這個硬體架構 像And這樣的架構 它這個 對齊的時候呢 就是我一次存取 就是我一次存取 記憶體三四個bits 那下一次存取在這邊 就這樣子存取 那你能不能說 在這過程中呢 比方說它是這樣子 那你在過程中 我把它解開來 然後跨越兩個 兩個惡人去存取 那不行 那 那 當然一開始這樣設計希望之後 怎樣 可以更有效的存取 但是 如果你 強制做這件事情的話呢 你會有付出一些代價 所以有可能會觸發錯誤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但要非常小心 所以這篇文章跟你講什麼 即便是這麼單純的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一個 derivance 要考慮議題可多了 你看 因為物件你在宣告的時候 有固定的大小 這沒什麼問題 所以你每次 使用物件的時候 因為它已經 怎麼 已經save align 已經save align 但是指標不一樣 對不對 指標可以 我可以先把它轉型 可以把它轉大轉小 我指標可以 往前移動一點點 往後移動一點點 它可以移動不同位置 對不對 它可以 它可以加加減減 對不對 那你加加減減之後 會不會遇到那個 沒有 align 沒有 would align 的狀況 有沒有可能 有 一旦遇到這個的話 就遇到什麼 我懲罰Exception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再繼續 剛才提到的就是 alignment的問題 只是問題開斷 其實 要考慮議題很多 因為 你不太可能說 確保 記憶體呢 就是 完全符合你預期 所以你必須要 對硬體有一定的知識 這個 這個 要特別強調 就是說很多人認為說 我這個 我寫程式不用了解這個 機器的特性說整 這個這種議題 這種說法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說法的 並不是因為我做底層 我才跟你講說 一定要這樣子思維 而是 我們去想一件事 我們今天用了很多程式 你有沒有可能 從無到無自乾呢 很難 好 其實你要想一件事 你自乾的東西呢 能夠被人家廣判使用 這很了不起啊 對不對 那 但是多半的時候呢 其實你是用別人做的東西 那別人做的東西 說真的 他會考慮到 他会想到他的程式码会很成功 在这个32位元也被用 64位元也被用 然后被很多不同的CPU架构被用 有没有想到 往往很多开发者是没有想过这种事情的 或是他有想 但他没有在程式码这边反映到 所以往往呢 你在这个软体的开发过程中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开发软体真的很有意思 我昨天去这个中汉大学 去担任这个 这个渔客松 就是 就是以这个渔夜鬼主题的这个黑客松 然后就担任评审 那我在过程中 我有感触很深 就是 中间还跟PTT 就是那个PTT 那个杜亦锦先生跟他聊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写程式的方式真的不一样 就是你解决问题 本身 以前是解决这个电脑的问题 或者把电脑当个工具 但是现在电脑可以做的事情 比过去多好多了 你可以解决问题是很多元嘛 你包含说海洋的啦 天文的啦 物理的啦 这个都会解决 然后你用的每一件也不一样 以前你可能电脑就是固定一台个人电脑 或者一台工作站 你可能这样就过了 那你现在可能有Arduino啦 有可能有各式各样的MCU啦 各式各样的感测器 都有可能 所以在过程中呢 你看哦 有几个变因 Open Source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各式各样的硬体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要懂这个硬体废话吗 因为你要把这两国际建立观点 各式各样的Open Source Project 各式各样的硬体 对不对 你要建立观点 要做什么事 当然就是要了解硬体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些过程 不为别的 就让你做事做得顺利 你做得顺利 你做得顺畅 对不对 你就会获得应有的报酬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 对吧 专业 那你变得更专业 你就可以赚更多 对不对 就可以增强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特别讲 举办这个你所不得的戏源 对不对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专业的人 好 来继续 再来是什么呢 好 再来是 有一个很常见的迷思 好 很多人呢 看到指标摆在一起 对不对 就说这个东西叫什么 双重指标 还有什么 双指标 注意到 双指标 是错的 你想 它错在哪 很简单啊 双指标英文叫什么 你说 Double Pointer 你如果认真看 西元规格书 有没有Double Pointer 对不起 没有 注意到 西元规格书 没有Double Pointer 那有些人说 你在介意什么鬼 你想一件事 你连西元编译器的错误 你都看不懂 好 你怎么可能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工具 把这个语言 把这个平台 以及什么 以及做一个好的沟通 台湾很多工程师的问题 是出来沟通 台湾工程师 不是笨 不能不笨 聪明不聪明的问题 而是连沟通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人家要什么 连沟通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你出了哪 连沟通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 你做东西有什么影响 对吧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们应该用 西元规格书的术语 西元规格书跟你讲 哪些东西是undefined behavior 它就是undefined behavior 那你可以缩写叫ub 哪些是ub 哪些是什么 哪些是明确定义的 对不对 哪些是术语 比方说它术语是什么 appointed to a pointer 对不对 这就是术语 然后不要把它说这个叫什么 叫做双指标 那个不要乱说 那当然有很多英文的资料也是错的 所以就是不是说中文资料错的 然后读英文就是错就对了 因为很多英文的资料是错的 我们应该要以那个规格书为主 好 然后为什么指标的指标不能叫双指标 双有什么意思 双是对称独立的 对不对 马尾这样的对不对 那指标的指标不一样 它是有丛属关系的 就叫什么 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对不对 就是儿子的儿子叫什么 孙子 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叫什么 叫做这个 真孙 对 这个东西是有个丛属关系 你没有儿子 哪来的孙子 没有孙子 哪来的真孙 对不对 就是它是个丛属关系 它不能叫双丛 或者也不能叫三丛 双丛也好 三丛也好 它意味着什么 它是同质的 是独立的 所以注意到 讲双指标 这是很糟糕的 但是这已经不是西语人不懂了 连中文我都怀疑你懂不懂 好 那所以来认证看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来探讨 探讨什么 探讨来讲话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指标的指标 什么时候需要指标的指标 来思考一件事 好 这段测试码呢 显然有人用到指标的指标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 指标的指标 好 然后我们把它编译它 把编译 原始程式码成这样 然后 最后它印出这个数值 这边面里面看清楚 好 这里 它最后印出一个数值2 这个2是什么呢 2是这个 好 然后你看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来我们来看看这段测试码 好 这段测试码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是PTRA所derifference出来的结果 也就是value of PTA 好 可是我们又去想一件事呢 这个function呢 看起来有点大费周章 对不对 你可能会看到这个Pointer to Pointer 对不对 A Pointer to A Pointer 在这里对不对 然后你说我们需不需要这么麻烦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复制一份 好 我们把它复制一份 也就是说我把它稍微做一点修改 好 就是这样 然后 所以如果说你看哦 如果我们把这个这个词字码略为修改 好 我们只用一层 好 然后 我就带路的时候只带一层 好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的差异在哪里 PTR 跟PTR2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基本上只改这个 你把指标的指标跟什么 跟指标 好 就是 就是 A Pointer 还有 A Pointer to A Pointer 好 把它换掉 好 但是 那是什么 但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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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样的事情 好 然后你看 这个很好的 我一样去编译 我们把它稍微做点区隔 一个是PTR 一个是PTR2 好 然后呢 所以就是 再复习一下那个差异 然后PTR的结果是什么 PTR就是2 PTR2呢 那完了 PTR结果呢 就 PTR2就不一样了 好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 这显然就不同了 好 这个 这件事呢 就看起来有点奇怪了 好 奇怪的东西在哪里呢 就是 你看 就是 这个 PTR2 对 好 这个 所以你看 以原本的功能 以我们 看那个结果 好 我们以结果来论的话呢 这个 事实上呢 这个什么 这个PTR 好 就是 PTR2 它原本呢 它是指向什么 A所在位置 好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 什么 我是现在是 把这个 这里面的什么 这里个 把值取出来 好 所以我希望 更新的东西是什么 是这个A本身 但是如果说 我们这样子写的话 有个大问题在哪里 好 你看 我把指标带进去 可是呢 指标带进去之后呢 这个 你看 指标带进去之后呢 它是一个副本 好 所以我 把副本 的资料 把它更新成什么 更新成这个 B所在的位置 好 乍看起来很合理 对不对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 因为这是一个副本 好 这个东西 带进去的时候 是一个副本 好 我去更新副本之后呢 它的有效期间在哪里 它的那个lifetime在哪里 就在这里 所以我过lifetime之后呢 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 这个PTRA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这个 内含值 其实这样 其实是 其实是没有更动到 反过来说 我们如果用这个 A pointer to a pointer 这个技巧 你看这件事好玩 这件事你看 认真才这个东西 我的技巧在哪里 A pointer to a pointer 所以我带进去的时候呢 是带这个 带这个 因为我想要更新的是什么 更新是这个 我想要更新的东西是指标的内容 好 然后这时候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什么 我这样子带进去的话呢 因为它的lifetime在哪里 它这个带入的这个P的lifetime 它就不是那么窄了 它lifetime其实很广的 它的lifetime是在哪里生效 是在这整个scope生效 而不是只是这么小的一块生效 所以看到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它的lifetime只有这样 它是一个副本 只有这个期限 但是呢 这样子写的话呢 它的lifetime是什么 它就是 就这么大 这么大 就是 就是这整个那个block 所以它的lifetime 第一个大增了 所以我在这个lifetime有效的期间 我去干嘛 我就把它值取出来 那显然我就得到一个什么 符合预期的值 注意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很多人学这个指标呢 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头脑体操 但是都没有想 为什么当初要发展指标这东西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的 韩式呼叫片 其实有讲什么 有讲这个 这个parameter 那讲这个区域变数啦 那个怎么 那个韩式怎么呼叫 那讲了那个东西之后 你就 就更有感觉 就是你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就复习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parameter其实是这样 它是由传递数值 所以西语言只有一个 code by value 因为只有一种 所以不需要什么 一天到有code by什么鸟 你懂点吗 西语言从头到尾就只有 code by value 那只有一种 就不需要开始 code by address code by pointer code by什么鬼 不需要 然后西语言的设计 前面提到 它是为了开发做系统 所以你会发现 很有趣的地方是 很多东西都可以对应到硬体 像 function code 可以对应到什么 stake pointer 所以我们在韩式胡椒篇的时候 有跟你讲 stake pointer stake pointer stake pointer 对不对 然后除了这以外 你可以发现 很多东西可以对应到 那个什么 暂存器 所以比方说 传递这个 传递这个 argument list的时候 以这边来讲话 这个parameter 一个parameter是p 这个parameter p的话 它传递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暂存器来传递 就是考虑到效能的话 好 然后但是传递的时候呢 它就是用暂存器去传递 然后传过去之后呢 以这边来讲 它的lifetime就这么大 就这p的做这么大 但是呢 但是这个什么 加个信号就不一样了 因为加个信号意味着什么 它就deliverance deliverance就表示什么 原本的lifetime 原本的lifetime就是ptra所在的区域 那学习这样的技巧的关键在哪里 这可重要了 然后我们在之前有个讲 有一个讲座 叫做什么 也是一样 你所不知道西元系列 就是叫做link list 与这个非连续记忆体操作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之前做的这个录影 好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讲的东西是像这种东西 一个link list 对不对 这个link list的学问在哪里 它是非连续记忆体 注意点好 非连续记忆体 好 然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说呢 它会有个开头 对吧 你看到这边显了一个开头 然后往下 再往下 那当然 你也可能是有前后的 就是 如果是只有这样一个单一方向 就叫singely link list 如果有双向 就是 有一个往next 有另外一个往previous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做双向 link list 好 这个东西真正难的地方在哪里 真正难的地方在于说 我们今天刹安除的时候 好 假设呢 有一个变数 它永远指向这个link list 最开头的地址 假设有这个东西 那假设这个单向的这个 单向的link list 它以这个now 做这个结束的话 好 这是我们的假设 好 那我可以把这个 其中一个节点删掉 其中一个节点怎么删呢 好 你看到原本是 h e a p 好 然后呢 原本e后面要接a a后面接p 那我把e直接接到p去 那a跑去哪里啊 a就变孤儿啦 好 那当然这个孤儿要自身之命就不管了 但是 今天link list 变什么 h e p 好 你看到原本是 h e a p 四个元素 但是现在我把e直接接着p 对不对 就跳过a 那跳过a之后呢 这其实就达到什么 达到这个删除的功能 好 乍听之后 很合理对不对 好 可是呢 如果 我今天删除的东西是h 你看到 我今天删除的东西是h 那我发现什么事 这件事有点困难啊 我今天删除的东西是h 那 那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我如果把head当作一个参数传进去 注意到啊 如果head是一个参数 你就像他在这里 传进去 然后他刚好也会这样 他刚好被 被删除掉 所以删除掉之后呢 他的新的head应该在这里 可是你看 刚才讲了 我们在function code的时候 传入的东西是一个副本 好 注意到啊 function code传入的是一个副本 既然传入是一个副本 那我副本在怎么更新 会不会遇到刚刚的这个悲剧 会不会遇到 会 所以这时候 appointed to a pointer的技巧就在这里 因为你连什么东西都跟着更新 你连这个东西都 这个东西都更新 所以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 你考虑到会被删除 会更新head 所以如果你要带入head的话 你应该带入什么 appointed to a pointer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些细节 你可以看 这边有直播录影 跟相关的资料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我们来看实例 有没有觉得通脑突然有点清醒的感觉 对吧 没有 是因为太冷了 自己好冷了 受不了 好 然后呢 这个 所以习语言开发这个pointer 绝对不是只是让你存取机体而已 它让你是创造一个弹性 这个弹性可以让你这样 这个弹性 比方说像你可以刚才来讲话 我可以创造一个什么 我可以创造这个link list的这种 这种什么 这种这种这种资料结构 然后而且单向跟双向 听起来好像很神奇 对不对 双向跟单向 对不对 意思是结构体 稍微改一下而已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结构体 想想 结构体 也就是说像这个 如果说你从头到尾呢 只有写这两行 它是单向的 然后如果你写的三行 就双向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link list 其实很有趣 对不对 你看双向跟单向 所以你看西元给你这样一个弹性 让你能够去一个表示 怎么去处理那个资料的表示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西元让你 真的是给你很多空间 当然你很多细节必须自己处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西元难 你之所以觉得难是因为怎样 你太习惯别人帮你准备好 你要去想 你今天是电脑主任 你要驾驭他电脑 所以你一开始要付你的代价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 就是pointer 跟pointer to pointer 的使用特性 pointer的使用特性 很好懂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今天要传 就是假设我今天 要处理的资料 是一张图片 那我这个图片来讲话呢 我中间很多过程嘛 我可能把它什么 把它从彩色变黑白 或是从大的图变小的图 对不对 或者去计算 去计算这张图的什么 这张图的这个 那个什么 浮水印 就是做这种印算 那这些都是很有趣 你只要给什么 给开头就好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知道 它的图片的大小 对不对 在那些操作 不管是你把什么 彩色转轮回阶啦 或者在里面做一些 浮水印的操作 你都已经知道大小 所以你从大小 只要给开头就好 好 那接着我们再去思考 一个议题 那pointer在这个过程中 就很有用了 对不对 你不用每次都是告诉人家 我这张图好复杂 不用 你从大小要干嘛 传递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指向这张图 必要的时候 你提供一些参数 比如说你要减财 你要把它财成什么 财一半 所以你要去规定说 我要从哪里开始财 那或者说你要 或者说你要里面 翻转 像这种资讯 因为它可能是 有本是这样 一边 这边比较长的 就是这边比较长 底下比较宽 然后把它 把它变这样 就是这边比较窄 这边比较宽 那你顶多像这种操作 需要怎样 需要处理 但是从大很有趣 我也一样 带入什么 带入一个指标 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是说 我们以这个link list的例子来说 link list的其实难在哪里 难在head本身 有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会被释放掉 有可能会不见 所以你看 我今天建立一个link list 一样 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 我在structure里面 就是 appointed to structure list 然后你看 我这边建立一个link list 我们在忽略什么 忽略link list 怎么建起来的 那接着我们把head 把它撞掉 所以这时候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既然head被撞了 那我新的head怎么来 所以你有一种做法是这样 你有一种做法是 我就回传一个什么 新的什么 新的head 这是一个做法 所以注意到刚才那个东西 就是刚才那个风格 就是说你要嘛就是说 我做什么操作之后都会回传式 所以你看 以这段程式码来讲的话呢 它的做法是这样 我做完一个操作之后 我拿我的回传式 但是原本的head 我就不用管它 我就不管它带入什么数值 我就不管它 那这有什么缺点 这个缺点很明显 对不对 这个缺点就是 我就很麻烦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干嘛 我每次都要做什么操作 都要重新更新 对不对 就是my list 再重新更新 那你可能会希望说 我的操作就是怎样 我的操作就是带入一个head 然后里面的head被更新的话 它也会自动处理 这样我才有办法做到一个东西 我们叫ADT 就是这个Upset Data Type 就是说因为我甚至不用管linked list的那种实作 对吧 然后所以我们再来讲的话 这样的思维就很重要 这让我的思维层次可以提高 那我可以怎样更好的封装 所以我们在这个你所不知道西语言的什么 的那个linked list 这个里面还讲到什么 还讲到Linux的话 对不对 哎呦 你们觉得很有趣啊 对不对 Linux 然后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有品味的程式嘛 对不对 品味 这件事很重要 这个很多人都 我每次看它八卦版本就很难过 很多人都说 哎呦 肥宅我 肥宅我也是可以过好好生活的 对不对 这个这个 肥宅我你也是可以很品味 对不对 能肥 能宅 不可耻 可耻的地方 放弃自己的品味 对不对 你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这样 可以认真掌握它的 好 那 所以我们来继续继继继继继继继续看 这个东西呢 所以你看到 这边的技巧在哪里 appointed to appointer 好 这些 它技巧在这里 然后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用刚才这个东西 刚才这个东西 所以 我一旦呢 就算 嘿 被更新的话呢 我这个东西也会跟着更新 当然 你用的时候要注意到 要这样子用 对吧 deleference 一个什么 一个point type 好 然后 所以你为什么会需要这个 appointed to appointer 就是这种情境 就是一个输入值 这个输入值呢 原本它很可能是因为 那个lifetime 被限缩在一个什么 function里面 但是呢 我用appointer to appointer的技巧 我就可以确保 甚至即便带一个输资 我可以把它的这个 相当于是把它生 lifetime 把它扩展什么 使用的范围内 所以注意到这个 这样的技巧 好 那今天你可以想一件事 既然有pointer 还有 appointer to appointer 有没有 appointer to appointer to appointer 三个星星摆在一起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好 写上看 事实上是有的 那这边给大家一个习题 你可以写一看 就是写完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 我们的讨论区 就会让我们讨论区丢上你的 就是说你去找 去找那个opensource的project里面 哪个有三个星星的 然后你就在GitHub上面找 就找opensource的project 把它找出来 那找出来之后呢 你就稍微解释一下 就把它贴在这上面 贴在这个讨论区 然后给你一个提示 不难找 当然不要撒到说 Google搜寻三个星星 拜托不要这种搜寻 去想一下 就是给你一个提示 Linux Kernel XMindel 基本上都有 就是你每天用软体 基本上都有 三个星星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情境 难的地方绝对不是排列组合 对不对 你看现在电脑嘛 电脑不就0跟1 换个角度讲 你在考大学 对不对 考大学那个学测不是刚考完 对不对 你想想看 那个75级分的 跟你的差别在哪里 没有什么差别啊 只是ABCD的顺序不一样而已 对不对 对吧 但是ABCD的顺序会决定你的排名 对吧 这个决定你的人生 决定你是要当苦命的那个肥宅 还是当个什么 那个 开一个移民证所 然后那个作用群 作用群帮的那个 那个医师 对啊 这个人生的差异 但是从头到尾的差异 就是来自什么 ABCD的摆放的顺序 选择你的顺序 对不对 所以真的哪地方在哪里 情境 所以特别注意到情境 我们来思考这个情境 所以你看到一个星星的情境又懂了 两个星星的情境又懂了 接着我们现在想三个星星的情境 所以这个系题 回去找一下 然后想出来的话 把它贴在什么 贴在讨论区 那么可以接着来继续 就是那个这个 接着可以来研究它 然后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 incomplete type的时候呢 有讲到一些东西 对吧 就是说 我incomplete type 我是不能建立instance 也就是我不能够建立这个 物件 我不能够建立一个 有明确固定空间的物件 可是呢 我可以建立一个什么 a pointer to incomplete type 对吧 所以这个 你为什么要读书 你为什么要读规格书 我讲的书不是平常的书 就规格书 这件事太重要了 所以你在 为什么人家读这个系绒规格书 6.2.5 对不对 直接跟你讲什么 你可以从一个incomplete type 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 建立一个衍生的 a pointer type 然后你说 这样有什么 这样的技巧有什么用 这可有用了 这时候我们要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说 在整整十年前 天哪 好快 过好快 那有一个计划呢 叫openmoco 这个openmoco呢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还是讲一下好了 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在 这故事是这样 就是在 2007年的时候呢 有一小群开发者 他们有一个理想 他理想什么呢 就希望说把Linux 放到手机里面 而且这里面的程式码 应该open source发布 就跟今天你听到的Android很像 但是上一个时代的Android 而且它比Android的理想 理想性再高一点 Android的做法是这样 是把手机作业系统的原始程式码当作广告一样大放送 然后呢这样去烘托 他的这个网络服务 但是这个openmoco不是这样的 openmoco是说有一群很有理想人 去找台湾的这个FIC FIC叫做大众电脑 就是在建立这个什么 建立这个 就 曾经是台湾很顶尖的这个电脑公司 曾经 然后在2007年的话 就是FIC去帮openmoco 这群这个很有理想人 建立这个硬体 然后呢也获得很大的这个回响 当然你现在没听过是正常的 好 那总之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Android出来之前 有一段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全世界唯一的 完整open source的那个Linux手机 那当然你不能去质疑手机的功能 有些状况可能不符合于预期 然后值得一提的地方是说这个openmoco里面有很多台湾人 这个包含我在这个团队里面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很 也不是骄傲的 毕竟都失败了 我觉得很欣慰 就是毕竟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顾 然后而且跟着很多这个 台湾的工程师还有国外的开发者一起合作 然后呢 做过程中我们要解决很多问题 比方说那时候呢 当时大部分的手机都是 面板都小小的 就是说这种画面都不大 但是openmoco那只手机 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截图 这个画面很大 比这个就是跟这个你就想要跟这个差不多大 跟这只手机差不多大 所以这个很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既然手机 那个荧幕那么大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这个荧幕是品质怎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麻烦 就是要去解决那种量产的问题 那有一阵子量产不是很顺利呢 所以我那时候那时候呢就是我2007年加入的时候呢 我就被抓去做去解决量产的问题 所以我就跑去那个那时候工厂在苏州嘛 跑去苏州跟那个工厂的女工一起在生产 听起来怪怪对不对 跟工厂女工一起生产 也不错啦 人家付钱给我去生产嘛 好 那所以这个 这个过程中呢 很有趣 就是我们发现 好多东西都要开发 所以我们那时候搞了一个东西叫ORIo TK 这ORIo TK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你想 你的Android手机开机要多久 你的iPhone开机要多久 我随便抓一个数字 好像就是抓个30秒了 好 你想 假设你的Android要30秒才能开机成功 其实更早的Android更久 更早的手机可能开机要超过一分钟 你就算30秒好了 假设你的Android手机要30秒才能开机 那你30秒开机之后才去测那个什么 触碰荧幕 测那个 这个触碰荧幕的那个效果啦 测那个什么 像那个 你看到什么声音啦 蓝牙啦 这种东西 对不对 因为它 你需要点这个画面来测试 你不觉得这开机太久 这个测试流程很麻烦 那我们那时候就做一个 还蛮有趣的尝试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把Linux 把它压缩压得很小 然后呢 包含说你这个画面 就是说这个什么 这个测试程式 我们就开发一个工具 那你就想要说 有一个东西就是5MB 包含Linux kernel 包含说工具程式 测试程式 5MB把它塞进了 这个东西 所以开机很快 比方说这开机 不到10秒 就可以开起来 而且开完之后 它会自动测试 测试完之后呢 因为会有分两个 一个是不用人也可以测试东西 什么东西是叫不用人也可以测试 比方说Linux开起来 这是不用人也可以测试 然后那个记忆体啦 然后包含这个储存工具 这个不用人也可以测试 哪些东西一定要冷 比方说音效 就是工厂女工要去听 然后还有触碰 触碰压人的感觉 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用的料 是比较 不是比较差 是比较 你懂了 对 比较没那么厉害 好 那所以我们用的料 既然是比较没那么厉害 所以它有一些 可能一些比较多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把比较没内厉害的 把比较差的东西把它剔除掉 所以其实都需要人去介入 所以你看到画面中这些东西 其实是什么声音的啦 还有蓝牙传输 蓝牙传输也是要测 就是要实际上测 就是要那个互联嘛 那种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设计东西开机 你就想5秒开起来之后呢 这个工厂女工可以点 点那个测试 那点完之后呢 这个资料呢 就会透过什么 就会通过网路 传回到那个中央伺服器 好 那这时候呢 你看我们就为了工厂测试 开发一个什么 开发一个这个 精简汇足系统 我们称为OLTK 那为什么叫OL 就是这个跟那个上班 上班主没什么鸟忙关系 是因为它开发一个叫OLV 那就是抢着我前同事 然后现在在Google工作 好 那所以我们这个OLTK呢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精简的东西 所以它从第一天就有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程式码 不能超过1000行 然后要很精简 它虽然很丑 但是很精简 然后这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事实上呢 它可以显示文字 对不对 很显然嘛 可以显示文字 对吧 menu pnu 这个文字 然后呢 再来什么 它可以支援这个Xwindow 就是说你可以在Linus上 把这个 把那个测试程式出版写出来 那也可以支援这个Linus Spring Buffer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我稍微讲一下 支援Linus Spring Buffer 就是说 我Linus开机起来 就会有个什么 开机起来就会有个 有个那个画布 类似这种画布 然后你就会把器额啦 把什么东西把它 把它更新在上面去 所以 不然说我们的绘图界面 就 就 就是更新在这上面 那这个东西很小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很小 很精简 好 好 让我叹个气 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很有趣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开发这样的东西 然后 然后 就可以让很多人 也没有很多人用 可能我们送礼自用两相仪 好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一方面是让我回顾一下过去 那最重要是 里面有很多技巧 这个技巧跟我们今天讲的 纸票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再重新讲一下这个 再重新帮它复习一下 好 所以这个系统呢 它要能够在 X-Window 也就是你的Linux桌面可以测试 好 开发 那也可以 它在 在手机上也要可以开发 好 所以它至少有两个平台要跨 一个叫什么 一个是 一个是手机硬体 另外一个是桌面 好 它有两种平台要跨越 好 那 所以你换个角度想 它其实要支援什么 要支援一些底层操作 然后再来是 我们希望在上面开发的东西是一个什么 为了工厂测试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它的界面很单纯 就是比方说增加一个button 对不对 增加一个按钮 虽然它不是很漂亮 但是它就是很容易就增加一个按钮加进去 那这个按钮怎么画 我们不用管 它到底画在 画在这个你的桌面上 还是画在手机上 我们不管 反正总之它就会把你画上去 然后 画之后呢 你按下去 你按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会做出一些回应 比方说 按着这个蓝牙的画面 按着这个按钮之后呢 切到下一个画面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说OLTK呢 它很单纯 你只要 你只要呼叫这些API就好了 好 那可是 人本会有个问题 请问你的OLTK button 里面到底要包含哪些结构 所以我们那时候用个技巧 这个技巧呢叫什么 叫做Forward Decoration 就是说这个前置的嘛 宣告 用这个前置宣告有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看到 这个东西 它是incomplete type的 同理这个东西也是incomplete type 我根本没有去定义这个里面 好 我们真正的定义呢 是在点西档去定义 好 这样有什么 这样 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呢 很明显 你看到 就是说 我们开发者 尤其测试的工程师 一般来说测试工程师 在台湾 很可能是比较 你懂吗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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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英文比较不上来 比较junior 然后就是 就是他没有那么资深 他比较junior 所以 很容易犯错 那我们就需要说 这样的人 可以很容易就呼叫个API 他不用管说 里面怎么实作不管 然后反正他就照做 然后多测几次就可以动 那 所以你看 我这边来讲话 我揭露的东西很单纯 好 但是底层呢 到底用什么东西画出来 我不用管 所以这些是好玩的地方是 我这个开发者 从头到尾知道的干嘛 看着oltk.h 来开发 然后知道要呼叫click啦 呼叫做啦 呼叫这个buttonadd 这样就好了 好 那具体的实作用 把它放在点西档 好 那这些是好玩的 这个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我们呢 的软体界面 揭露在oltk.h 然后我不管怎么改 好 我不管这个这个什么 内部的实作怎么改 好 这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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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的什么什么实作 好 我跨越哪个平台 我不用管 好 因为我从头到尾 我操作的时候都是什么 带路指标 好 那这个指标里面所指的内容 好 可能很复杂 给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button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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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看button里面结构很多啦 对不对 什么这个前景背景 然后要 要 要它的状态啦 它叫什么名字 所以你改版的时候可能会 怎样 名字会一直 内部会一直改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程式码 如果用动态连结 它不需要重编译 好 再讲一次 如果你的界面没有变动的话 那这个OLTK.7 它是一个动态连结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 西元有一篇 有一篇叫做什么 动态连结篇 所以 我有讲到一个什么 界面跟实作 好 我们呢 清楚的去把软体界面 跟实作区分开来 好 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好处 好 你看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 开发者单纯 他也不用去看一堆点系 反正他也听不懂 对不对 或者他也不care 好 他让分工可以做得更好 那另外一个什么 二进位的相容 因为从头到尾 他代入就是一个pointer 对不对 所以他的东西多大 都是固定的 那我今天要换 我在执行时期要换一个实作 也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 你会听到说像一个什么 Plugin 这种东西 那个什么 那个 西元 怎么去实作那个Plugin 这个其实这样 其实也是类似技巧 我先订出什么 软体的界面出来 然后接着干嘛 接着透过那个 DL Open DL SIN 这种东西 就是那个 跟作业系统相关的部分 然后把它摘起来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包含那个Poken Loader 我都可以把它封装起来 我就是提供一些界面 所以包含说MacOS 包含Windows 包含不同的作业系统 我就可以用一致的界面去存取 所以你看这件事的关键的界面是什么 你掌握了指标 你就掌握了什么 软体开发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东西不是什么指标的指标 这样的表面东西 是指标的指标用在哪 不使用指标的指标会怎样 那或者是什么 什么时候需要指标的指标的指标 再来是 我这个东西怎么去区分 就是我的原则是什么 我的原则是 我哪些东西要揭露 哪些不揭露 好 那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物件导向篇 就把这个东西又怎样 又把它扩充 讲得更深入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指标片 所以为什么指标我们要 指标片我们反复讲 因为就是那个 就是 没有点到 就是指标片 那个物件导向篇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物件导向篇 就就提的更细 就是说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那个规划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这篇很重要 就是 我们现在建立一个态度 你不要被语法谈 就是很多人就是 哎呦 这个习加加才能够写物件导向 加瓦才能够写物件导向 不是 思维 你思维不好的人 就像前面讲的 你是没有 对这个社会没有深入体会的人 你学了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中文 你可能比不过一个什么 上大 跑到台湾读大学的一个老外 对吧 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打动人情 可能你写了二三十年 人家要看都不要看对不对 这不是你很错 而是你的是吗 你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 你做的东西可以打动别人 所以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我们在这边来讲话 这也是一个指标的一个进阶引用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 跟您讲说这个 指标的 使用啦 然后 那里面有些东西就跟 跟指标片有些 有些显介的 好像是OLTK 那就提到这件事 好 然后这个 还有他包含说那个像什么 包含说这个Design Pattern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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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 然后 然后我们之后呢 这个部分也会再重新再探讨 就是 会举一个真正真正 真实世界的应用 比方说这个Linux核心啦 比方说Glib啦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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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应用 然后甚至包含说一个 伺服器的开发框架 好 那 呃 这过程中呢 就希望让人家去想 去思考 就是说 关键的地方不是 语法 好 语法真的不是最关键的 好 像很多人 中文不用成语就讲不出来 讲不出话了 对 那我们就觉得他的那个 可能就这样 就 就没 可能没什么 生活体验很不够 好 但反过来说很多人 好 可能他 不用什么很华丽的文章 他一样可以讲出感动人心的话 好 他感动人心是因为什么 他的本质 好 因为他经历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希望呢 有引导大家的思考 写程式也是这样 好 我们就应该是以什么 以这个解决的问题 好 以及你的手法 好 那再继续看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指标跟正定 在接触西元之前 很多人都觉得这两个东西没有关 对吧 但是这件事很好玩 很多时候他可以互换 他有时候可以互换 有时候不能互换 这个东西很奇怪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表示法 在表示法的过程中呢 我是可以互换的 所以比方说这个 像什么 像这个 这个 注意到 这个东西 跟什么 跟这个 是等价的 好 这个是可以互换的 这个叫做 in expression 就是在表示法的过程中 他是可以互换的 好 但是呢 在某些情况下不能互换的 就是比方说你在宣告 宣告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指定一个什么 Extone 在这个 韩式呼叫篇 有讲过这个Extone 那Extone的话 注意到 Extone跟没有Extone 它的对编译器 还有对连结器的影响很大 那一旦他宣告成Extone之后呢 他就不能变更成这个Pointer形态 所以注意到 所以原本的这个 原本CHAR这样子的东西 它可以转成什么 A pointer to a character 但是注意到这个就不行 好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如果有个明确的空间 注意到 如果这个10拿掉的话 就是称呼叫Incomplete Type 它是可以换成Pointer的 但是 如果它有个明确的空间 它就是一个什么 物件 所以它跟指标就没有关系了 注意到 它是个连续10个Byte 的记忆体空间 可是Pointer是什么 Pointer是一个Word的长度 然后这个Word的长度 我记录了位置 所以这个东西是怎样 它不能互换 好 但是呢 另外一种呢 可以互换的状况是什么 像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 你在FunctionCode里面 就是你的那个 parameter 你这样子写 就是CHRx 方括号 跟这个 A pointer to a character 可以怎样 可互换 好 那接着我们讲下面这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 很多人觉得怪怪的 看一下啊 怪怪的 怪才好玩嘛 对不对 然后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x.c 把它编一下 好 忽略一些错误 好 然后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程式码 好 这个 执行完之后呢 这个是哪玩啊 你看到吗 就是 这个 正列 内容填了什么 0 1 2 3 4 5 6 7 8 9 填了10个整数进去 好 第一个呢 这个 index为4 好 注意到啊 index从0开始 0 1 2 3 4 所以请来在这里 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我把 x加4 好 注意到 x加4是什么 x是有 x在这边来讲是一个地址 他 加4 加4是什么 是加4个整数 不是加4个byte 是加4个整数的宽度 好 所以我第一个整数讲 加1在哪 加1跳到这边来 加2跳到这边来 好 因为它一次移动 一个integer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point type 我们去做加法 或做减法 是针对什么 针对它所属的形态 去决定它的offset 注意到 这个东西 手机加4 好 然后呢 我再把什么 再把deliverance 也就是value of 跟这个地址 好 而且取出来的时候 是integer把它取出来 所以你得到也是什么 是 好 然后呢 再来是呢 4加x 为什么4加x会得到 一样的值呢 很简单吧 s加4跟4加s 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因为它是这样 数值可以互换嘛 对不对 这个交换率 好 然后你看哦 既然这个 这个形式可转写成这样 那是不是这个形式也可以转写成这样 注意到 事实上是一样的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在西语言里面 没有真正的什么 没有真正的正列 西 就是西语言没有真正的正列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都把那个 矩正 矩正跟正列把它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西语言来讲 但是这个西语言来讲的话 这个很好玩 在西语言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什么 又是一个什么 语法堂 所以这件事跟什么 for 还有why 这东西很像 对 就是 就是 基本上有why 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要再用这个for 可以让写成这样轻松一点 那尤其是在那个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那个linkdisk那一片 有提到 如果有for的话 你写一些程式法 可以写的很精简 比方说for each 就是 这个走法 这个每个节点 可以变得很轻松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语法堂 好 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什么 这个东西 就是在西语言里面 只是一个语法堂 那正式的名称叫什么 叫做array subscripting 它是一个语法堂 所以 因为在数学上 这个就不成立 在西语言里面可以成立 所以要注意到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读 读书 当然我讲的书是什么 规格书 规格书 清清楚楚跟讲 当然你一开始读规格书比较累 所以你可以先看那个 西语言老爸写的书 这个那个什么 那个knrc kn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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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本书 这本经典 这本书很好玩 他在第99页的时候写什么 他什么呢 他说 a spormal parameters in a function definition 然后呢 这个什么 这个是这样 就是这两个东西 a equivalence 但是很好玩的地方是 这句话是写在第99页 然后这句话是写在100页 那有些人呢 读书的时候就读到这句话 哎哟 重点 开始画 开始画 红重点 然后在考试 避考题 就讲这两个东西可以互换 但忘记什么 他有个情境 对不对 做为什么 peameter 就是以可互换的例子在这里 而不是上面这两个情词 上面这两个情词 是不可互换的 好 这件事很重要 好 再来什么呢 再同样在西语言规格书呢 6.5.2.1 就讲这个array subscripting 那他跟你讲什么事情呢 虽然西语言提供了这个multiple dimension 但就是他的 他虽然是有multiple dimension 但是实际上呢 他在机体来讲的话 他的呈现怎样 他是一维 所以不管你翻过号加了几个 他只是一个什么 他只是一个语法堂 他帮你算这个位置 所以你们来讲话 他就是完完全对应到线性位置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很简单 一样 西语言开发是为什么 开发UNIS作为系统 UNIS作为系统 怎么处理底层 西语言就怎么处理 所以注意到这个思维 在西语言的规格书 花了很多篇子跟你讲这句话 所以强烈建议把这个东西读完 所以就不翻译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编译时期 align subscripting 只能做两件事 好 第一个什么 知道它的大小 如果不知道大小 它就是incomplete type 好 所以比方说这个什么 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比方说anti x10 对不对 这个就是有完整宣告 这个有形态的 但如果说这样子 这个东西 这就是incomplete 好 然后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这个 array subscripting 我只能保证什么 它在element 0 也就是最前面的element 它可以知道它的地址 那 第二个以后呢 其实不知道 对吧 因为 那是执行时期的行为 好 因为在这个 这也是 这也是 这也是西语言的 array 或matrix 跟真词实验是不同的 好 在数学来讲的话 那个array 是有个明确的空间 你不可能超过范围去存取 但西语言不是 它只是一个什么 它只是一个指标的一个什么 指标的一个表达式 所以除了element 0 也就是它所在的那个地方以外 其他都是这样 其他都是我在执行时期才知道 好 在编译时期我就不晓得 好 然后你看 这个 除了取得空间 跟取得这个 第一个element 就是 应该说index为0的element 这以外 都去透过pony来存取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这件事 好 然后在这个下半部分 我们就 我们就用 用那个GDP 就真的来做实验 所以这个在 这个 我们排的时间是在明天 我们今天排的时间就是 会来跟大家探讨 就真的做实验 带着大家去探索 去了解这个机体的内容 然后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就可以澄清 尤其像这个array subscripting 太多奇怪的东西了 就是这个里面很多议题 要去处理 那很多人对那个 规格书啦 对那个 很多误解 都存在 所以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 这样子 为什么你要读书 读规格书 有一个知道原因就是 你要怎么解释这个 很多人凭感觉 这个东西不会乱 你自己跑看 好 我跑给你看 很多人就是凭感觉去写程式 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对不对 就是 然后最恐怖的地方是什么 这种人还一天到晚批评人家文主 对不对 你比人家文主 人家文主还会很诚实说 我不懂电脑 对不对 然后 太激动了 我发现好 那个 这是什么 好 我再看一下识识码 这识识码是这样 就是 真的可以跑啊 所以你看到 很多人就是这样 就是 用意知半解 然后用揣测 用幻想 用脑补的方式去coding 凭感觉去coding 然后还批评人家文主 批评人家这个 不懂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今天讲这件事 不是说我有多懂 而是说 我们应该是有规范 这个规范是很明确的 那我们应该是 大家一起来讨论 所以为什么要办这个讲座 不是我懂很多东西 而是说我想要跟你分享 然后我们一直在思考 怎么可以做出更优雅 精简 然后这样 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尤其我们在台湾 真的是要相互帮忙 因为真的 我们整个 这个资讯工业 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真的 像我现在 不管开发这个 开发这个区块链 开发这个火箭控制系统 这都需要很多人 那我后来反映说 我找人 找到后来都是找什么 找到我的学生 就是找到 因为我有跟他公私经验 那 再来是 我们彼此才能够知道 怎么去合作 这个是以前中央没有想过的事情 尤其像我们那个火箭计划 我们现在很多人 所以就 找人过的中 真的是 大家压力又很大 然后 所以我后来想懂一些事 与其呢 花了多时间面试 不如这样 我们就从无开始训练起 反正 人对了 那个节奏对了 就是 带人一起学习 那这个讲座也是一样 我们把很多这种 过去一些开发经法整理起来 那当然也许不是那么有系统 但是 也许你跟我都没办法等到 那个很有系统的教材出来了 这当然简单嘛 对不对 你是个主管 你当然希望说 有个东西 可以怎样 可以深入潜出的引导大家 然后大家相互学习 然后去思考这些议题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 就明天再继续